请报告出席人数 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4人与主法定人数 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 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 第21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事录 时间109年5月11日星期一上午92分至95分 地点红楼101会议室 出席委员苏志芬委员等15人 夜席委员曾明敦委员等23人 夜席人员国发会副主任委员高先贵 及相关人员门委会副主委黄金城 及相关人员主计总处专门委员罗丽婷 主席邱召集委员议营 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事录 决定确定 二,处理国发会 含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检送档案管理局 深化国家记忆计划 加促国家档案禁用与火化 一般事务费冻结100万元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三,处理农委会行为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检送林物局森林保护与林地管理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四,处理农委会行为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检送渔业署 渔业发展上下 渔业多元化经营建设 预算冻结5%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五,农委会行为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检送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一般行政上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业务费冻结500万元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六,处理农委会行为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检送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动植物防疫检疫管理 动物检疫业务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七,处理农委会行为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检送农粮管理 农业资财管理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决定第二案至第七案 均得以动知并提报院会 八,处理国发会 行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决议检送深化 推动政府资通应用建设 主动服务及网络参与 经济计划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决定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驻本案 经在常委员13人 包括主席 举手表决 赞成者7人 反对者6人 赞成者过半数通过 就处理农委会 行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决议检送该会 总税初预算冻结 5%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决定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驻本会 本案经在常委员13人 包括主席 举手表决 赞成者7人 反对者0人赞成者过半数通过 散会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 对上次会议事录 主席是不是补充宣告一下 上次我们在处理第9案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争执 经过这个表决 在场的委员有7人 包含主席 是举手同意 反对者0人 国民党委员也没有表达 反对动之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所以我们用过半数 来通过这个预算的动之案 那另外有委员提出 希望能够来办理农委会相关的 媒体的预算的 这个专案报告 那我们是不是也把它列在 这个补充说明里头 那我想可能我会跟 廖国栋招伟来协商 看是有本席或者是廖 廖招伟来办理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 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那我们议事录就这样确定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 王次长美花来做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谢谢让本人有这个机会来报告 108年度经济事务财团法人业务 实地查核报告的情形 那财团法人法在 108年2月1号施行 那本部呢就要去监督 相关的财团法人的财务跟业务的运作 那我们也定了相关财团法人的监督管理作业办法 预决算会计处理办法 诚信经营等三个执法 那我们经济部主管的这些财团法人 有从事经济发展 工商经贸能源 产业科技跟资讯应用 那属于这个所谓的第二条 第二项的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有22家 民捐捐助的有75家 那其中呢 本部依照63条第一项规定 有指定15家是加强监督 那关于这些财团法人的查核跟频率呢 我们依据第27条 要去了解他的财务 跟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许可条件法律规定等等 还有一句56条 要针对他的业务财务投资情形 要定期的书面或其他方式查核 所以呢 我们查核的频率呢 是至少每三年一次 来落实行政监督管理的机制 跟主管机关的管理作为 那我们在108年的10月7号到11月2号之间呢 有去查核包括中华经济研究院 台湾创意设计研究院 中卫中心等等 一共有16家的财团法人 那相关的查核情形呢 也按照规定公布在本部的网站 那如果有需要按照查核的建议 要改善的呢 也请他们尽数去改善执行 所以本部会持续依据财团法人法的规定呢 来落实对财团法人法的监督管理作为 让财团法人可以发挥他设立的目的 在经济发展的推动跟相关的公益事务 对社会大众有所注意 以上是简单的口头报告 请各位文支持指教 谢谢市长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 巡答委员咨询前 原例做以下几点宣告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 本会委员6分钟 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5分钟 我们会在上午的10点整 截止发言登记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位请林戴华委员 主席有请次长 来请王次长 好 委员好 好 本席今天咨询的重点 就针对今年的3月12、13 本席亲自参访了经济部 在针对南部 设立了一些财团法人跟机关 做了一些参访 也做了一些会议结论 跟我们次长来做一些讨论 第一个针对工研院南台湾跨领域创新中心 那本期也做了这个四点结论 非常肯定工研院长期以来的 对国内产业所需的技术的研发跟辅导 我觉得这个部分南台湾跨领域创新中心好的部分 是令你们走spin off的这个路线 也就是你当哪一个产业的产业类当中需要哪些技术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服务的时候 你们发现另外一个公司或另外一个什么研究团队 有这样的研发能量或者能够支持这样的产业的时候 你们鼓励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技术也好 或者是它的knowhow也好 spin off变成一个新的新创公司 来支援这个其他需要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这是南台湾跨领域创新中心 很不错的地方 所以我也希望工研院能够加大在南部的研发能量 而且提出更具体更落实 协助南台湾产业的研发力道 而且更应该评估结合与南部失效 研发能量的合作 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失效 因为工部门跟这个公立的跟这个失效 失效它在研发能量的应用面来讲 他们是很积极的跟企业结合的 所以在弹性上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大 所以也希望工研院能够朝着这个地方来进行 然后在智慧金融的部分 工工院在这个南台湾的跨领中心也着力了 这个本席也非常的肯定 所以应该思考如何推动加汇南部的中小企业运用 当然本席念之在之的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法人 这也是本席要问次长的 我们现在农地上工厂积极的在做列管辅导跟合法 那这些财团法人的研究能量 可不可以去加汇我们的这些农地上工厂呢 请回答 好谢谢委员 那委员对相关的财团法人来协助我们的企业 一直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跟督促 那关于最后一个问到农地工厂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确实也有跟工员合作 那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农地工厂 如果它可以合法化的话 那么让它可以转型 可以接受我们所有法人的产业的辅导啊 是吧 是 好那我们继续在商发院的部分 呃本席呢 这在上一届立委的时候呢 努力的推动三件事情 一个是在商发院 希望在南部有院区 中华经济研究院南部有院区 以及我们经济部外贸协会 有一个高雄班 就是国这个企业 呃这个等一下 有一个国际企业经营的高雄班 对 我在上一届当中 我很努力的来推动 我也非常感谢经济部的支持 所以呢 今这一次我回去啊 就是检视成果 那在这个经济部 呃南 商发院的南部院区来讲啊 第一个我是当然非常肯定 他升职南台湾的用心 但是他成立的时间不长 破光度啊 善感不足啦 我希望他能够多多加强 第二个呢 也应该落实于地方 政府各局处的合作 不应该自我局限呢 与经济单位 甚至可以 呃 与这个观光农业等扩大合作 因为他商发院是指服务业 甚至他的商业模式 呃的一个辅导 好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希望他能够在更跨局处 那当然也希望他们加强拜访啊各地的相关工协会 好然后来主动的提供知情与民间合作 那当然农地上工厂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呢 呃能够得到了商发院的这个的辅导 好这刚才次长你有提了 好那这边呢针对拜访相关的工协会 接下来每一个大概的法人也都提到 他们会积极的跟呃这个工协会来合作 所以我这边具体建议啦 是不是由经济部部本部 好自己好你多看你们是要委托 你们南部的这个联合服务中心 他也是一个行政院的住南部的服务中心 有一个经济部整个合属办公的呃 经济部的呃这个联合中心 你给他固定的经费 好那固定的业务 每年一次到两次让他来为所有的法人 跟南台湾呃呃呃这个云嘉南以南的各县市政府 能够认识他们 那他们也可以跟各县市政府认识 以及各县市政府在地的工协会 也可以认识他们 他们也可以认识各县市政府的工协会 以及各县市政府的农地上工厂都有协会了 也让这些协会农地上工厂协会也可以认识他们 我觉得至少你们要办一个这样的媒合啊 大家然后也每年固定的这些法人啊 就是针对南台湾的各县市的部分做个简报嘛 大家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对你们也负责任啊 好所以这个部分您怎么看 好那个委员的建议很好 那统合相关的南部的这些能量 然后让在地的不管是机关或者是工协会 可以有互相认识是很好 我们会来规划 要要给经费 你不要再知道他们自己 好比如说你们自己经济部下的南部联合中心 你不要叫他就是没什么业务费了 都只有人事跟基本的业务在推动了 你一定要固定的给他费用 固定的办固定的成果 来跟社会大众回应 好那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南部院区啊 这是本期肯定中经院啊 因为其实在我们经济政策当中 除了经济中央单位 他可能尤其经济部有智库 智库型的这个财团法人 其实各县市政府是没有智库型的财团法人 好所以我希望中经院能够从 从这个总体经济的研究 现在慢慢的也加强在地方或区域的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当然也希望他们与地方政府连结 还可以与当地工协会合作 也就是说我会提出这个问题 就让次长知道 现在是各个法人 他们很努力 可是各自去拜访各县市政府 各自去拜访这个工协会 可是他一个南部办公室的人手 不会很多 所以刚开始你们支持他们的力道 就是我等一下 我会具体建议 你们的经费要再大大的支持 不管是中经院也好 三八院也好 公园院也好 这个都还有外贸协会 你们要大大支持他们的预算 这个要不然怎么叫做支持 钱就是最重要的 业务你们好好的监督 那这个部分 这个中华经济研究会员的部分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落实加强 一样各地方政府 各智库法人的交流 而且提供中央与地方政府 在产业发展决策的参考 而且也应该主动的跟中央单位 譬如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 来合办活动 发挥智库的功能 这是本席去了之后 我的一个建议 那针对国贸局高雄办事处这边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真的 国贸局跟外贸协会 他愿意在高雄开这个班 那很受好评 一开班就爆满 一开班就爆满 可是呢 我个人认为 即使是这样 也因为他的成果很好 所以希望针对南部企业 在国际贸易的部分 人需要多一些辅导 所以呢 高雄班的部分 人应该加强宣导 及加开班制与班别 市长你怎么看 这个我们会来跟贸协看 那我的理解确实 他去高雄办 很受到南部的这个欢迎 那办的情形 那现在疫情也缓和了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个冒险来看 这个怎么样去强化对南部的服务 好来金属中心 金属中心当然是长期来为 南部的发展据点 它的重要性 真的对国内及南部产业的发展 是一个举足轻松 但是呢 本期对金属中心当中有反应 一点 我要替他们发声 他们希望能够政府 加大力道的辅导 国建国造 国基国造 才可促进产业扩大的投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当然政府有在做啊 有关国建国造 国基国造 但是他这个法人 如何居间来辅导 他的这些 这些国建国造 国基国造的 所有国内的业者 在跟我们的主要的 这个国基国造 国建国造的 主要的旗舰 厂商来讲 他们这些中下业者 如何在一个产业提升当中 他们可以着力的 所以这个次长这边 可能也需要您多一些关心 但是在这边我要提到一点 本系对南部产业发展 推动办公室 现在坐落在金属中心 这个办公室啊 本系有一些建议啦 我当然对这个办公室 我认为他是应该做一些整并 挺好哦 不裁员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有这个推动办公室 其实是也早在国民党时代 他认为南部地方 对很多除了金属中心 没有其他法人 所以他认为说有一个推动办公室啊 以法人的角度在南部设立办公室 可是直至现在 在民进党执政之后的第二任之后 我们几乎所有 你讲到这16个今天要省的 16个财团法人 几乎在南台湾都有办公室了 不管大错小 所以这个南部产业推动办公室 他应该是要有阶段性的退位 但是他在目前可能 还有一个业务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高雄要担负起 整个石化富财科学园区的一个重责大乐的业务 要回报工业局 要回报你们部本部 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身金属中心就在做了 所以我认为他的业务可以做一些 本身就在做啊 都不需要再多一笔费用 因为那时候的费用就一直编码 我记着一年好像两三千万不等 我不晓得现在如何 所以你这样的话 如何整并不要浪费这样的钱 然后让他既有的功能能够发挥 那最后当然我要大大的肯定 我们经济部南部联合服务中心 他确实也符合他的宗旨 运用当地的融子源 而且马上办服务中金 几乎中央的政策 下面在做权力经济部这边权力的宣导的部分 就是我们南部联合服务中心 所以我个人给予他高度的肯定 好所以以上那也谢谢次长 好谢谢委员 好我们请努力 好谢谢林大化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谢一凤委员发言 主席好我想要请王次长 来请王次长 好委员好 王次长找 我想请问一下 ECFA在今年六月就满十年了 因为他的序言有写到 ECFA是本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考虑双方经济条件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按照WTO的基本原则 ECFA对于要按照WTO对于FTA的规范 要在十年内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 可是目前我们只有签署完投资保护协议 上有服帽货帽还有争端解决机制 没有谈妥 次长目前我们有没有收到 陆方对我们提出终止ECFA协商请求呢 没有没有听说 没有听说 因为好像到六月就十年了对不对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十年到ECFA就要终止了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在里面 所以讲的只是在讲一个理论性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目前没有 不过因为ECFA对于台湾的对陆的出口 影响蛮大的 我希望经济部也可以审慎来评估好不好 会我们都有在评估 因为之前媒体有报导 部长他亲口说 ECFA对台湾影响的外贸金额只有五person 那我想请问市长 这五person是多少美元 那你们经济部是怎么样子计算的 我们其实是把所有的我们一年的出口额 然后在这个ECFA的项目下 然后有去享受这样的一个ECFA的降税 是用这样的来分母是用全部的外贸 然后分子是用有享受到的部分来算出 这个5%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这边有根据关税署的统计 像108年我们全部出口的贸易总额是918亿美元 然后对对陆的出口 找收清单的出口只是198亿美元 这样子计算的金额就超过了经济部评估的5person 那很多坊间的数字 差不多也都是这个数字 那我想要了解 你们这样子的计算的方式 是不是跟实际的情况有差异 我们一年的对外的出口应该不是918亿 我们一年全年的对外出口额 3000多亿还是 有多少 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是享受税 他没有享受到税 不是 所以918是对大陆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第一个918讲的是对中国大陆出口 那第二个呢 在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是没有去享受那个降税的部分 所以两个不太一样 就说他可能是在这个项目里面 可是他不一定有去享受这个降税的利益 那现在目前 他会影响到的产业有哪一些 ECFA里面的相关的产业的部分 比较多的是 像工具机等等的 那跟委员做个报告 整个ECFA牵连的降税的品项 有石化 有相关的机械 有车辆零组件 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产业等等 所以他的品项分布的比较广泛一点 对因为哦 部长提到说要因应ECFA有可能会终止嘛 所以希望台湾能做到产业 可以升级多元的布局 那我想请问市长 那目前台湾的产业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持续都要努力 对台湾这种 依赖国际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一定是要去努力 随时提升我们的技术 那请问我们经济部 做了什么样子相关的 就是规划跟协助呢 有啊 就是在基本体质上面的部分 就是怎么样不断的持续提升我们的这个能量 让我们的品质在国际上 可以被很多国家看得见 那第二个在外销的推广上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 我们的冒写也好 我们的新南向也好 我们就是推到全球各地去 让更多的企业看得到台湾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部分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来跟厂商一起合作 所以为什么台湾对台湾来说 不管是出去参展也好 或者是办理国内的这些国际大展 我们在全球上的排名持续在上升 那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就是说经济部的 这个相关的就是规划协助也好 是不是可以弥补我们ECFA的 就是对陆的损失呢 呃 ECFA会不会停止 因为这个都是 只是在委员的 对可是我们 我们当初部长也说 我们也要因应嘛 我们也应该要做好准备嘛 是不是 是是就是说 这个随时都要去准备 但是我们经济部是认为说 目前大家就是 把这个相关的产业跟技术 跟外销都做好 我想这个就是经济部在做的事情 好 那市长我还想请问一下 那个台积电它要赴美设厂 那目前就是好像投审会都还没有开会 可是看起来经济部就乐观其成 那请问经济部是不是知道说 台积电的三奈米的制程 是可以在2022年可以量产 所以你们觉得说五奈米走没关系 我们还有三奈米 这个部分其实是企业的 它的全球布局 那所以对企业来说 它有它的诸多的不同考量 那就台积电在台湾的投资 所以只有全球布局没有政治考量 这个是这个是公司自己的决定嘛 那至于就台积电在台湾 不管是现在在量产的五奈米 或者持续投资三奈米 甚至未来两奈米等等 那确实都是以台湾做基地 那我们是非常乐见台积电 持续在台湾加码投资 不是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就是投审会还没有决定 然后经济部你们就乐观其成 是因为你们知道说台积电在台湾 会有更大的投资 还是你们认为说台积电去美国 设置五奈米厂 他是没有不会削减我们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群聚效应 不会导致一些下游的封装测试场也去美国设厂 是这样吗 第一个就是说台积电已经都在台湾量产三奈米 也确定要去继续投资 量产五奈米也继续投资三奈米 那这个金额都这个的计划都是确定的 那所以呢对于台湾的这个研发的部分 我想是没有问题持续再加深加大 那至于他到美国的去 因为他的时程他现在是计划 那当然未来我们这边会省 那但是我们省的部分呢 会在组专家委员会一起来看 那三奈米的投资会加深加到多大 因为他三奈米的部分 相关的这个园区也都找好了 那相关的跨机关的协调也都持续在进行 所以我想这个三奈米是非常肯定 在台湾加 那会加多大 投资的金额的部分 这个要台积电来宣布 对 好谢谢 好谢谢谢一峰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杨琼英委员发言 主席 本局想邀请次长 来请王次长 好委员好 次长好我们几个议题来讨论 第一个口罩问题 我们的国家队呢 现在说这个日产已经破2000万片 那日产平均也能够达到1800万片 满足了国内的需求 那但是现在还是实名制 当然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 但是呢本息有要求 现在说要外销 那本息的要求就是说 要让我们的内需市场够 才去做外销 真正保障我国内的国民 你的看法 是赞成 对 赞成 好接下来第二个议题 台积电 要到这个美国去设厂3600亿 哇看到这个数字啊 我驚一下 因为台积电啊 现在在中部地区 也有一个大的基地在那边 国家呢也是全力的支持 那所以本息要请问 台积电到那边 我们投证会都还没有审 但是似乎经济部好像乐观其成 是这回事吗 确实啦 台积电他如果具体要去的时候呢 确实会送到我们经济部来做 对外投资的审查 你说听本席的提问 就是说投证会根本还没有做审查 但是我们经济部在上个礼拜 好像是非常乐观其成 是否是这样子的态度 请问 因为我们对外资到全球去布局 基本上是除了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国安 或者是对台湾经济有不利的影响等等 才会有相关的这个把关 所以外界说的乐观其成是对的是吗 应该是 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 应该是原则上市 应该是原则上市 有一点自知乌乌 所以我们里面要讨论 两个议题 第一个我们人才外流的问题 第二个技术外流的问题 当然公司有公司它的规范 但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政府是全力的在支持台积电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在中部地区有我们一个大的基地 所以我们中部地区人也会怕 有没有技术外流 还有人才外流 请教市长您的看法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就这一个到美国设厂的部分 我想它其实是台美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它其实 我们的技术人才 还有美国的技术人才 美国也是希望台积电去那边设厂以后 也可以培植美国相关的人才 那我国呢 那我们的人才 我国呢 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都持续在增加相关的员工人才 这个就重点 我们也希望要拜托 当然各公司有各公司的他们的董事会的一个决定 但是站在我台湾 我们全力的支持台积电 希望它壮大 所以在我们的地方 我们最重要就两点议题 第一个技术 重点技术还是要放在台湾 第二个人才的部分 不能全部搬光了 那台湾怎么办呢 所以人才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拜托 人才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有就业机会 而且人才不流失 这也是壮大我国 没有问题 这个一定的 对 这个没有问题 一定的 好 那我们继续努力 第三点 外送平台的问题 疫情 这一次在我们的纾困状案里头 对于外送平台 我们经济部也在加码 加码等于协助 等于是投资啊 芝加哥 芝加哥有江呢 这个外送平台的送餐费上限是15% 订餐费限制在5% 没有 如果超过 超过 他就要重罚 那请教我们次长 目前为止我们的外送平台 现在有很多人说 有的10% 20% 30% 甚至还有超过的哦 而且不了解 不了解到底是几个person 那所以这是一个新兴产业 这个新兴产业我们除了要顾及 外送平台送的员工的一个安全 所以所有部分朝野的立委全力的在探讨要怎么样保护 这是一个已经在执行之在做 第二个也就是 那到底要不要需不需要做一个公开透明的资讯给社会大众 一方面这是三方的议题 消费者末端 还有商家 接下来就是外送平台 这三个三面的关系 要怎么样去达到产业可以持续的这个壮大 而且消费者可以公开透明的了解 到底所抽成的是多少 达到一个均衡点 请教次长 是 那经济部商业师在执行的这个 这个振兴纾困方案里面 也有这样的所谓的外送平台的国家队 那我们我们的措施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平台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服务 你的相关的费用是多少 我们把它公开透明化 那大部分都是在15% 你讲到这里哦 你讲到这里哦 芝加哥的例子是不能超过15个percent 送餐的部分限制在5%以下 那我国现在好像也有30%哦 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规范 所以本期要请教 陈如你刚才说的15%没了啦 不可能啦 我跟委员报告 就两种 一个就是说 经济部现在参加我们的这个措施 都没有高于15%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个别的商家 现在有一些还比较高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不认为现在就要说 超过这个就要处罚啦 因为这样的话 有一点太过度介入它的市场 可是确实我们这个临选的这个15%呢 对其他的就会有压力了 那他就会说 我可能服务的比较好 所以不可以这样比 可是假设我们扶植起来这些的平台业者 他的服务也非常好 那这个就会有转移的效果 你想要用好的去感化他们啦 那消费者的立场是希望 能够得到一个公平性 对 一个公平性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议题 你们可以去讨论 是 好好去讨论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 好 让大家在立足点的方面 品质保证的方面 怎么样达到一个共识点 这是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好 那这个你们去研究 好 我们一段时间再来讨论 因为消费者总是希望 能够好好的 消费者总是希望 能够好好的让厂商也做得了 那当然让我们自己 这个消费者也能够得到最好的 一个服务品质跟价格 这个是一个新兴的问题 我们提出 那同时本席在这边 国营事业单位里头 这一次的纾困状案 比如台糖 中油 台电等等 相关去承租的 到现在为止 像我们月媒 我们的糖厂 很可怜 没人去 资金赶紧输输了 他们有一个月包租 月包多少的total 还没降 市场怎么办 我们有请我们的 相关的国营事业 不管是商家来 撑住他的土地 或者房子的 有降百分之二十 本期说摊商的部分 里面的摊商的部分 他们有包一个月要包多少 那个你们现在都还没有处理 已经这么久了 将近三个月了 摊商他是跟月媒的企业的部分 但是他们是他们两兆的问题 我们只能协助 不是两兆的问题 你不要搞错方向了 你们租给他们 当然这些条件 所以你们要统一规范 包括包租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每一个月 total是多少额度的 营业额的这个部分 也应当都纳为这一次纾困的条件之一 我们会协助让他来跟 对他的下游去 一定要执行 因为上游有下游就一定要有 而且你们对于我们的产业园区 工业区都这么做 所以包括国营事业单位里面 也是你的儿子啊 你还是要一视同仁的这样子做 好不好 你们相关已经在签 我们陈请在陈请 拜托要尽数 因为纾困到现在 已经三个多月 已经没有份吃了 我们要纾困 例如灰岔淘情 现在如果让他们倒了 你要扶他根本没有办法 好不好 要特别拜托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议题我请教 ECFA 到底会不会停 没有收到讯息 因为国贸局跟外贸协会都告诉我 没有ECFA停的问题 所以我要问经济部 有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 没有 你没有收到 我方有没有积极在做 不是 因为他就是 你不能等着 不是 他现在就是 routine的这样子在执行 那也没有 所谓的 不要太乐观 因为我们的工具机 手工机 巨木工机 零组件 都已经非常可怜 所以针对这一点 拜托 一定要好好的去维护 让我们大家可以生存 谢谢 谢谢杨委员 谢谢杨琼英委员 接下来请苏志芬委员发言 主席 我们是不是要请次长 来请次长 委员好 次长好 市长今天的业务报告 我们的第一页里头 有提到就是 我们有定了三项的执法 对不对 对 这个执法里头 有监督管理的作业办法 还有包括的预决算 阿哥来诚信经营 诚信经营的规范 那么在第二页里头 也有提到的话 就财政法人法 第27条第56条 也有提到的话 就投资的状况 并得事需要的话 实力查核 OK 今天讲就这个问题的话 就跟次长交一下意见 就是财政法人 我们实力查核的报告 当然是根据就是财法 财法法的第56条 在规定的办理 但是在还没有 在还没有我们的作业要点 出来之前来讲 也就是说107年 107年事实上 我们也有做了一些查核的报告 是 对 那么107年的查核报告 跟108年的查核报告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说当我们有法源 那么我们也把作业 把执法都已经定了 定那么明细了 是 那么相对于108年2月公布之前 跟之后来讲的话 那么的查核报告差别在哪里 等一下我看再请同仁回答 那主要是因为有新法 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规定 那我们就 这个不同的规定的部分 一定要按照新法来落实 但是就大体的 对于它的经营 财务 会计等等 这个一定都是相同的查核的重点 那我想请司长再谱 没有关系 司长 107年108年 我看你们的查核 查核的改进的这个意见 当然你们有项目 项目的话 比如讲的话在 107年的话 你们大概分了行政人事 还有会计业务跟资安 还有后面的话 有专家学者意见 那么在108年的话 你们就业务财务的运作 还有比方董监事的会行政事务 还有人事 还有会计 治安 还有包括政风 那这个 我在看这个两年下来 这两年下来的业务报告的话 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财团法人 善尽他的社会责任 也善尽这个法人的底头 他的宗旨的话 所延伸出来 应该要执行的业务 对社会财有帮忙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与商发业人来讲 商发业人来讲的话 在107年度的时候 就学者就有建议 说需要针对本国服业GDP的话 占比的话 夏华之诚意提出 相关的研究的分析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好 就非常好 以提供政府产业发展政策之参俱 所以也意思就是说 在107年我们的业务查核的时候 那么专家学者的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的结论有提 有提出来的话 提供政府产业发展政策的参俱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对于商发业人来讲 很具体 有发展的目标 还有包括他定了什么 定了你就是要执行 但是因为108年度 少了专家学者意见 所以我们就也不晓得 107年度的话 专家学者的意见 这个参俱 给政府政策发展的参俱 到底执行的怎么样 从这样子的话 我们大概会探讨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107年度的查核 查核的话 跟108年度的查核 它的优劣在哪里 也就是说 如果108年度还没有法之前 反而有专家学者意见 是对这个法人的发展是好事 那么就不要拿掉了 就不要 就继续让它保留下来 那如果是不好的话 当然我们就删除掉 就比如讲我在看 107年度 在看比如讲说 台糖 就是台湾糖业协会 107年度跟108年度 我也会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108年度的话 台糖的协业的话 也少了专家学者的意见 那我们知道糖协 其实他们能够做的地方很多 包括协会的宗旨的话 就提出来 要配合国家的政策 专注于循环经济 新能源 还有包括精致 农业发工作之推广 它的宗旨是这个样子 那么107年度的话 专家学者的意见也给了 但是反而108年度 就没了就对了 所以我就举这两个 就是商发院的话 还有糖协 就这两个财团法人来讲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实地查核的话 我们当然怎么样 要更严谨 对 而且是什么 我们在查核的话 更深更广 但是我们看 就是看这样子来讲 108年度的话 所出来的业务查核的报告 就有点可惜 这点是不是可以 我们调整一下 好吧 次长可以调整吗 好 那这个我再跟同仁确定一下 就是说在查核的过程 要不要让学者专家来参与 那怎么样参与是好的 然后有帮助的 那这个我再跟同仁再确认一下 我们并不一定就是说 因为我看你们 新的查核的方向跟范畴 比较针对金额的运用 包括投资 还有包括人事 还有包括薪资 还有什么津贴 在108年会这样 是因为那个新的法生效 那新的法有比较多的变动 所以变成体制面 有没有符合新法去变动 变成会是查核的重点 对对对 那或许的话 我们今年度可以改 因为今年度的执行来讲的话 明年度的查核报告会出来 所以今年度如果我们的方向改 好不好 方向改一下 这就给次长个建议 好 谢谢 好 那另外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 这关于治安的问题 当然的话 财政法案里头的话 我们政府也有 针对治安的话 有令ABCD四级 那么按照 自通安全的责任等级的 分级办法来讲 我们财政法也有 大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经济部下辖 大概大部分都是西级单位 当然是中油 台电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 关键的基础建设 那这边 但是自通安全管理法 108年施行过了 然后把财政法人的话 也有定了 大部分都在西级 但是我们看看 做得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我有做了一个表格 好了 比如讲的话 新气 新气燃料研究社的话 我们是D 那么几乎再下来的话 都是C 传播研究中心的话 是定为B级 我们再看第二页 还有比较 生计开发中心 是C级 中卫是C级 还有包括商发院 来讲是C级 那么糖血的话 就是D级 所以不管你是ABCD来讲的话 C级就有C级 你应该要做的嘛 是 B级就有B级 应该要做的嘛 那做得怎么样 不晓得的话 就次长有没有掌握这一方面 谢谢委员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再跟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我们会再盘点一下 所有的这些财团法人 或者我们的相关的外围机构 来看看资安的相关的情形 那个是因为A级 列为A级跟C级来讲的话 我们看看 责任的等级 就是特定的非公务机关的 责任的等级 其实它定的就很清楚 就A级是怎么样 你必须怎么样去执行 C级就必须怎么样去执行 那既然 我们的财团法人的话 被定为C级 我们就觉得它照顾纲 好吗 好 照顾纲来做 因为C级的话 我们不要以为说它是C级 所以资安 基本上好像没有牵涉到国家的重大 国家的重大安全问题 但是事实上不是一样 只要理解 理解资讯来讲的话 通常C级 你一进去的C级 但是C级通常因为上下的关系 它也可能进入到B 也可能进入到A 这中间来讲就有漏洞 就有漏洞 所以我们还是这样子建议的话 不管怎么样来讲 C级就是做好C级 你应该要有的安全门 好不好 因为这个联通 这个联通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财团法人 所以它对相对于B级 或是相对于公务机关的A级 它一定有联通管道 那也因为它是C级的话 所以它的联通管道的话 会怎么 会打破了B级跟A级 它的安全门 这中间就会有一些漏洞 好的 所以在这边就也提醒的话 就是市长就注意一下了 谢谢委员提醒 市长是这样子 我对于那个工厂管理辅导法 当然是定了28项 那当然的话 院里头的话 也针对就是公务法的话 定了28项的话 对于零灯的话 有个解套 所以针对命令这个部分来讲 也会做了一些修正 但是我还是建议市长 再思考 再思考一下 怎么样协助未登 那么在农产业聚落里面 怎么样协助这一块 在法上是怎么去解套 而且是 尤其是在命令的这个层次 因为我觉得 整个工厂管理辅导法的话 因为用农产业的聚落 有一段未登工厂 去跟人砍这底下 我觉得很可惜 不过因为时间已经到 我下次回会议的话 再跟部长或是市长 再跟你讨论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谢谢苏之芬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 陈廷飞委员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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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次长 来 请次长 好 委员好 呃 次长 呃 我想还是要 要拜托我们经济部 好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 呃 是因为有疫情 所以这个议题好像似乎被暂缓下来 哦 可是现在有媒体哦 都一直不断故意在炒作 有些人士也不断的在基层 我们几乎被问到说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们都跟我说 ECFA六月底就已经到期了 而且是马上会解约一 照我们现在的情势 所以呢 大家就开始在中南部呢 造成一股的一个莫名的恐慌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可能突然之间了 一定是有一个程序 所以这个ECFA的状况 到底如果中止之后 对于我们产业的影响 那到底会不会中止 这个经济部我觉得应该要试图 赶快有一个缩帖 我们到底怎么配套 我们到底会不会有面临所谓的 现在所有的有心人士 不断的开始在放话了 如果ECFA终止之后 我们的产业就倒了 哇 这太严重了 几乎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又开始说 现在武汉肺炎受到影响 再加上ECFA再停止 这样台湾的经济就倒了 哇 这个是很有杀伤力啊 所以次长 这个部分我觉得仕途 我们应该也要有一些缩帖跟配套 让中南部的一些企业体 更清楚了解我们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真的到了所谓的ECFA 终止的那一天 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配套 而且到终止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一夜光他提出要终止 这是两岸协商的 他对岸要提出终止 中国要提出终止 也不是片面就可以做这样子终止掉 他还是有一个时间点 那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配套 市长 这个部分 真的非同小可 好 谢谢委员提醒 那确实这一阵子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 常常在提这件事情 不过在两岸之间 其实都没有在谈终止这件事情 那我想委员提醒的也很好 就是说相关的缩帖配套 让大家可以了解 实际的状况怎么样 确实重要 那这个我们会赶快思考 来怎么样跟大家沟通了解 等等 你光有一个媒体 一直不断在吵 一直不断在提醒 一直不断在恐吓 你想如果我们没有缩帖的话 民众会不会 企业体会不会受到影响 一定会嘛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恐怖 是不是真的走到那一天 或是说我们其实早就有因应 而且我们有配套 应该让民众 应该让我们的企业 更清楚的了解 这叫稳住民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在拜托我们的经济部 那再来就是 现在骇客网工评传 那我们经济部 在我们本身 因为行政院其实也是 在网工的 一个重要的目标 而且经济部 我想也是我们的重要部会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因应 中油资料库 都已经可以被害 而且害的层面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个部分 我们经济部到底 我们有做出什么样的因应 对那个跟委员报告 那因为中油台电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基础建设 那所以对这方面的资安 我们本来就很关注 那这一次的中油呢 是在相关的销售端的 这个被害进来 经济部非常深入 要来检讨这个问题 成因还有去消除 那我觉得这样的事件 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 就是说怎么样 再把这个资安 做得更完备 一定要不断的进进 这个确实是我们一个警惕 对 市长 我从我们的网站 我们经济部有针对电子资料 召窃事件处理作业程序 我们在101年2月15号公布 修正的时间是108年9月2号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点一个点 把它点进去 然后你知道吗 里面有资料的就是作业流程 就只有作业流程 就这个作业流程 其他全部都是空白的 另外一方面是说 因为就没有 没有这个召窃的事物相关的资料跟报告 所以我们是空白的 但是 你看哦 经济部资通安全事件调查结果报告 空白 然后再来 后面附件3 附件4 也都是空白 这个部分应该是说 请各单位来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作业 那假设资安有害 相关的报告应该不可能这样放在网站上 我知道 但是 那你们设这个网站要干嘛 不是 就是说让各部会知道一些follow 没有没有 其实在院的层级其实都有召开 跨资安的相关的会议 是 对 所以 我是要说 那个经济部有这样的程序在 到底我们有没有照这个程序走 有 我们在各部会有没有照这个程序走 那我们现在到底被调查的案子是几件 我这个部分的比较属于资安的细节 那个 如果有人要了解我们再跟我报告 市长你再把资料 好 好 再报给我们办公室 好 就是说到底现在经济部所有的相关资安被招窃的相关调查到底有几件 那目前调查的状况是如何 像我们跟钟油问我们钟油是说他就交由国安单位去查 就交由国安单位去查那是不是我们也是只要被害然后只要被这个电子资料召窃我们一样也是交由国安单位去查也都是这样子吗 我们会在可以可以揭露的范围跟委员做说明那因为治安确实都是比较有高度的敏感性那我们会在可能揭露的再跟委员做回报 其实我们要的是到底我们现在招窃的状况严不严重 严不严重 应该说台湾 你连钟油他都进去了哦 连总统府都进去了 标钟油 连总统府都进去了哦 应该说台湾本来就是骇客最喜欢来台湾练兵的地方 这个是事实 是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在编列的预算我们的资安预算在各部会其实是逐年增加而且编列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就是希望让各部会在整个所谓防火墙的部分还有资安安全的一个处理方式会是比较精进的 但是我们在精进当中别人也在精进啊 所以这相对的表示是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 甚至是他用变造的方式 害进去之后又再用变造的方式 然后变成新闻 变成扰乱 甚至影响所有的一个思考模式 这才是恐怖啊 是 所以市长这个部分 拜托把经济部所有在整个资安的部分 已经在处理的目前处理的状况 还有我们的严重程度 拜托一份资料给我们办公室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邱成岩 邱委员 谢谢主席 麻烦邀请这个次长 好请次长 好 委员好 市长早安 那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来讨论一下这个针对疫情 就是在这个冒写的这个推动的业务方面的 是不是在这个会展转型的一个重点的这个好时机 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这次的报告里面 我们看到外贸协会的业务 在这个近年因为这个经贸情势的变化 置办业务收入近年成为一些下滑 那本期想了解一下 这个部分是哪一些业务下滑 针对今年 上半年的疫情的影响是不是会比预估的严重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次长再说明一下 这个今年的部分一定的 因为台湾的经贸都是要到国际上 不管是走出去还是吸引国际的这个企业来台湾 那因为疫情其实这个部分一定是中断 所以冒险已经从今年年初就非常积极 怎么样利用网上来行销 那目前这个的相关的资料越丰富 那也因为我们疫情控制的好 所以我们跟防疫相关的这些产品 要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 那我上个礼拜也跟我们外管的这些经济组 也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冒险相关里面 商家在哪里产品在哪里 那因为这些很多异财也都要符合 国内的法规跟国外的法规怎么样 那怎么样去突破等等 我想线上的破销冒险一直有在做 但是现在因为目前现在整个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虽然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渐渐趋缓 可是很多国家基本上现在还是都是属于封锁的阶段 那线上的推广OK 可是在物流的方面在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国家还是会有相对应的一些障碍 那这个部分经济部有没有掌握相关的状况 有那但是如果就纯就 譬如我们以东南亚这些新南向这些国家来讲 譬如说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这些地方 那这个相关的在外销的部分 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还是有跟当地的经济的相关的部会 来去做妥善的沟通 还是这些状况有没有掌握到 有那这个都有我们每个月的相关的情形 还有外观也都会回报回来等等 那确实各个国家它也都还在比较低调的这个隔离 或者是检疫当中 所以这个相关的 他们的经济也都呈现比较多的下滑 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它的互动 不过比如说像越南它就防疫也做得很好 所以怎么样去加强 他们也比较OK的时候 不管是人流物流可以更顺畅了 那这个我们都会持续赶快来促进 对那我想这个是这样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影响了很多国际活动 那相关的经贸展会其实都停办了 那台湾的会展产业目前预估营收减少大概将近45亿 那冒写现在目前推动小型机动拓销团 及线上的冒访团 视讯洽谈的会议的方式来 暂时代替这个实体的展会 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现在目前都有在做 那我们现在要探讨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其实现在目前开始 所有的厂商也都会开始重视内需 尤其是以我们现在台湾现在防疫做得很好 而且疫情暂缓之后其实未来可能 包括现在的振兴也都要进入新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说 后面会有很多这个青年创业的需求 包括说连锁加盟的这些展店的这些需求 可能是不是在第三季的时候会暴增 那因为我本期这边也接获到一些业者的层情 就是说对国内的一些连锁加盟展的展会的这个执行 跟这个原本排定的这些会展 是不是现在目前已经可以来妥善开放 比如说以我们这个在六月底 这个连锁加盟他们一年大概会有三到四次的展览 这部分现在目前是 进去部这边国贸局是已经同意开放了 还是说还是要等指挥中心这么指示 那因为展览的部分就涉及是更多的人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开始在撰写相关的计划 然后到指挥中心 看指挥中心觉得我们这样的相关配搭是不是足够 那足够的话才有办法来开始开展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都在准备当中 我们也很密切跟冒写跟相关的办展的单位开始来思考 第一个规划是什么 第二个要从哪样的展开始来做 我想现在的疫情 疫情现在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冲击真的非常大 那现在目前大家都一直在思考说 怎么样去振兴甚至转型 那回到过去的经济体的模式 但是本期这边个人以产业建议跟经验来讲 我认为现在的疫情 对我们这个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包括供应链的影响 基本上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一定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商业结构 跟一个产业结构 所以我认为是要从共融经济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经济跟在防疫之间 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来去作业 所以我也本期这边也层次的建议 包括后面的这个现在 其实我知道经济部交通部 现在也都在规划一些防疫旅游 还有说振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应该差不多也是时间要去投入了 在这个投入的部分的时候 我希望还是以能尽量不影响 经济活动的范围之下 来去做执行 譬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 国内的联手加盟展 或者是这样的展会 对于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 有所在国内的内需市场的消费力 有显著提升了这样的产业 基本上应该是要采取一个 比较开放的态度 当然我们在防疫的这个作业上 你们要去跟这个指挥中心 卫福部这边去沟通好 譬如说人有的管制 然后这个入场的这个防疫措施 实名制等等等 我想然后再配合线上线下的 相关的这个资讯的整合 我想这样子的话 才有办法是达到经济跟防疫之间的平衡 谢谢委员 那委员刚才提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方向 那我们确实是线上线下一起做 这样才能够扩展那个影响力 最后给我30秒 那近年来我国也在推动绿色的会展 鼓励低碳环保的方式去进行会展活动 经过这次的疫情 像是全世界的线上展会模式 都会越来越成熟快速 那未来大型的实体会展 也会有更多的部分采用视讯 或者VR的方式来复合进行 这也是我们国内的相关的技术 很成熟的部分 那本期希望 这也是让我国的会展产业 转型的一个好机会 希望贸协跟经济部 在提供疫情后这方面的规划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具体的 相关的执行的办法 或者是报告 那未来三周之内提供给本期办公室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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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次长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 好 来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国营事业职工服委会的部分 是不是应该纳入财端法人的监督 那今天会提出这个问题 主要是想讨论我们财端法人 到底是归谁管 管谁 怎么管 才能有效 确实处理我们政府机关捐助的财端法人 不至于沦落私人的产业 首先我们看到财端法人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本法所称财端法人 以从事公益为目的 由捐助人捐助一定的财产 经主管局官许可 并向法院登记的司法人 而当捐助人为政府机关 就必须受到政府及立法院的监督 而财产是属于国家人民的 我们的职责就应该要沿走把关 那目前我国许多国营事业跟公务机关 都设有职工服力委员会 包括零物局台电台水 而当中台电跟零物局 其实他有部分全身都有接受到 这个日据时代的财产为 他的财产来源 那想请教次长 职工服力委员会在法律上 是否属于财团法人 职工服力委员会 其实是这个国营事业下面的一个单位 那他因为国营事业本身 比如说是公司了 那他是公司的内部的单位 所以他没有办法独立出来 变成是财团法人 那如果这些日产的部分 有属于国家资产 是不是需要清查追算 或是收到监督 但是他 他就是公司里面的这样的福利委员会 他是属于劳动部 會去监督他的部分 所以他这些职工服力委员会 我们经济部没法去监督 你来说明 你来说明一下 职工服条例 他有规定一个相关的规范 然后呢他每年度呢 有提拨多少钱 比如说是公民营事业一致的规范 营收提拨多少以后 他就是不归国营事业的一个内部的组织 是 我想本市认为追逃国有财产 收归国有是最后的目标 但现况的监督机制其实也必须要做好 不然说是经济部还是劳动部 本市要求经济部依预算法第41条第四项的规定 要求台电的服务委会编列预算书送立法院審议 农委会领务局的服务委会应该比照办理 让人民监督国有财产更加能落实财政的几率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邱成元委员 接下来请苏正清委员发言 好 谢谢赵伟 麻烦一下次长 来 请王次长 好 市长 刚才邱委员他有问到国营事业的问题 那借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经济部也可以来做一个说明 那么这两天有人在说国营事业的年终奖金领四个四点好像四点四个月吧好像说好像不禁公平说现在在防疫的期间我们都在纾困了那为什么国营事业的员工他能够领到这么多的奖金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第一个如果是一般企业的话是今年来考核今年的成绩年底再来发放对不对 那我们国营事业不一样我们国营事业是去年的考基去年的成绩今年才来审核 没错 没错吧 所以说今年去省去年的考核如果他真的有达到标准所以今年才发放也就是说国营事业的考基奖金跟一般的私人企业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说 就是说其实今年他们和我们核定说要给他们4.4个月的一个考基或年终奖金是因为去年表现他们都有达标没有错吧 是是 好所以说我是觉得说资党像这个情况应该要跟我们社会大众来说清楚 因为有些人他故意有些人会甚至会去炒作这个议题 会调整说现在在地图困坚持在地坏了是怎么他们这些国营事业好像无远无故的就可以领到这些所谓的奖金 好谢谢委员帮忙澄清那确实国营事业的这些考基奖金都滞后了然后都往后演一年 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是按照他去年的计较才会发 那目前这个案子也都还在审查当中还没有定案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是要就事论事 我们的基层 国营事业这些员工包含油电糖水都很辛苦 所以简单的讲该给他们的我觉得都要给 那防疫归防疫 纾困归纾困 其实全世界发生这个疫情 我们大家都是共同去面对 但是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去说明 该给我们员工肯定的我们都以肯定 因为这是去年的绩效而不是今年的烤鸡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说清楚 打开基层的这么辛苦的付出 该给他们的应该给他们 但我本人来讲我是绝对反对所谓的肥猫 但是基层的员工我们该照顾 我们该给人家辛苦付出的一个所谓的奖励 我们绝对一毛钱我们也不去苛刻人家 谢谢委员 而且我们在这次纾困我们也要求 比如说我们台电台水呢 针对那个营业有这个下滑的 百分之15的百分之50的呢 也都给他们做一个歼免 那这个的部分比如说用台电来讲 他非常可能今年就会有六七十亿的少收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啊 我们包含着所谓的电的部分 所谓水的部分都有去配合政府的所谓的纾困嘛 对不对 甚至于配合政府政策去做减免嘛 对 那这些收益的问题 一定就会反映在明年的所谓的检讨 所谓的绩效的部分嘛 是是是 好那借这个机会 来给我们那个部里面 来对外来说明啦 好那现在我一直要强调的 我们大家 甚至于世界都均定说 我们台湾防疫做得很好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跟经济部跟次长你们说 我们的纾困还是有很大的检讨空间 不只是我们经济部 甚至我要讲劳动部也好 甚至农委会也好 我们之前 你没有来备巡的时候是部长来 我也跟你说 我讲到最后要讲我们当民意代表的 我们在第一层 我们要面临着农与工 甚至于我们面临着我们的劳工朋友 甚至于要面临着中小企业 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面向 但是大家很多 不尽然全部啦 大家都跟我们说手续繁杂 相对的 有人跟我们说看有吃不 这个我觉得都要检讨 好市长 那我现在面那个问题 我就要问你说我们怎么解决 比如说有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他现在在所罗门 这个我真的账到的 他没办法反过 但是我们的所谓的就待案 我们可以减息的部分到六月底喔 现在到六月底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假设他不能回来 但是他要申请减息怎么办 他没办法签名回去啦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个案来了解 看这个部分 有可以怎么样 他台湾如果有相关的员工 我们了解看看 他在台湾的经营的情形等等 现在我要跟你讲的是 市长 这个问题跑出来嘛 负责人因为 不管你公司嘛 甚至我们叫人都要签名 如果是别人签名的 可能会犯有伪造文书啊 对不对 这个问题啊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 要不要解决 他在那里不是他没要称 是他没材料回来啊 好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因为大家请到 我包含到什么 中生去哪里有这个也有啊 甚至于我们的漁业也有啊 他前头家 现在在国家也不能回来也有啊 那怎么办 对所以我刚才讲过的 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式 你们应该要去研议 是不是可以由我们其他的董监士 或是由其他的担保人 来做签名的一个负责的态度 但是有可能董监士人他没要啊 担保人他也没要啊 那怎么办 还有方法我们可不可以是用传真的 甚至于用所谓的数位签名方式 等到他回国以后 再来做补证程序的一个方式 啊不然人家的管理修讯了 不是他没要回来啊 是没材料回来啊 好那因为委员有讲到这个具体的个案啊 所以我们来了解那个具体的个案的情绪 然后看有哪些的困难 那需要怎么克服 应该先用全宜的措施 保安说你可以用电话 他没有电话嘛 对不对 可不可以先用电话的了解方式 先做处理 然后等到他回国再用程序补证的方式 简单说 因为他不是他个人没办法做主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我们就要他的管理来修讯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在这个方面 要更加的去了解去落实 好 因为这个才是可以帮助他们的问题存在来解决嘛 好 那么 我还有最后 我要问一下市长 市长 我刚才讲啊 纾困跟防疫 大家对所谓的防疫 大家都暂许有加 但是纾困还是有很多维持 在你个人认为 我们的纾困 是做得好还是真的做得不好 有没有改正空间 我们要用态度去解决问题嘛 在你在这个职务上你觉得呢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做得很体贴啦 然后又各部会都要去做这样的审核 那所以就变成是让这个大家觉得说 那我第一个我就要判断我是哪个部会的申请什么抓案等等的 那不过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过程 那最后如果很快速的一个一个来解决 我想人民最后还是可以谅解 其实应该是这样啦齁 市长 我觉得说 在说我们要说人民听下去 让他们感受得对 在纾困的部分其实有很多可以 可以来做所谓的改善 第一个太复杂了 让人民无所适从 第二个规定一直在改变 包含相关单位我说过经济部也好 农委员也好 劳动部也好 很多政策都一直在改变 让我们的基层人员 所谓的基层人员 他们无所胜手 甚至不胜了解 还有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所谓的不公平 很多人在给我们欢迎 我们这一次把不同行业列别再做区分 就是说 经济部处理经济部的事情 劳动部处理劳动部的事情 农委会处理农委会的事情 变成了 以行业别做区分 变成了所谓的不公平制度跑出来 我在这里我对书来说 我来自政家 我面对了什么 很多我也面对着劳工 我也面临着中小企业 我也面临着所谓的农民跟渔民 都市的任务 他们无法抢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包含在现场的陈秘民委员 他也一样 他也是跟我来自家 面向很多 有一个行业就好 以行业别做区分 我最简单的讲一句话 为什么农秘民领紓困一万 劳工就领三万 我们的农秘民跟我问我没回答 而且会变成 会造成所谓的相对的歧视 而且会造成所谓的相对的剝夺感 这点我是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有机会反应 我觉得我们单位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问题的面向 我想这个 大家委员有各自的意见 那这个确实是 政府机关之间的协调 后续怎么再做得更好 其实我要讲一句良心话 我们政府真的很用心在做 但是现在变成区分了 所以百姓都说 风亚做得很好啦 真的没话说的 我们台湾可以比起大母子 世界都给你们行动 但是在我们自己 现在台湾本岛里面的纾困 却做得变成 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出来 事好事坏 我是最后才会评断 但是我知道我们政府用心的在做 但是我只知道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只是怎么样找到这个方法 让大家让人民去感受到 建户有这个效果 好 纾困一直在做 其实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振兴产业如何做 我就要考验大家的 我们行政单位的一个能力 我们振兴产业如果没办法做起来 我们台湾还是一直没有办法成长啦 这点给市长大家勉励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苏正清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陈明文委员发言 好 紫西我们请处长 来 请处长 好 委员好 好 处长今天我们是要审查 这个107年度108年度 经济部的一个 这个有关事务的一个 财团法人的一个业务实地 审核的一个报告 好 那你今天你总共审核了几家财团法人 我们今年去实地查核了16家 才16家 去108年的10月到11月的部分 对 16家嘛 对 对 我看里面没有中计社 中计社 中计社是不是已经实质脱离了经济部的监管啊 中计社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是属于 中计社 那我们三年会 三年会 查一遍 所以 每年挑的厂商不一样 但是 中计社 中计社现在 经济部有在监管吗 中计社 有吗 还是有 有吗 中计社现在 这个 对外是宣称说 政府原始的一个 监政比例只有44% 是 只有44% 所以 他是属于民间监政的一个财团法人 所以他不受 经济部的一个监管 事实是这样子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50%以上叫做政府捐助 但是 即使是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 我们也有一些是要加强监督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现在中计社 经济部现在 九个董事里面 我们只有四个 事实上这五个董事 都是过去传统的 所谓中邮邦 在 把持 对 那看起来 这个中计社 现在好像 经济部基本上 是没有实质的一个监管能力了 我要在这里 我主要在这里提醒处长 所以 中计社在 民国48年设立的时候 这个 呃 我们创立的基金 没有全部到位 根据中 这个我们立法院 这个 108年的一个医生中心的一个调查报告里面 大概就是说 中计社他对外都认为就是说 啊 这个我们的比例 政府的捐证才44 事实上 当年是 我们政府捐证的比例是66.67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照理讲 中计社现在 如果要说 如果要说 当年就是政府的关注 已经超过50%了 所以 应该说 政府捐证之 财团法人 才是 这个符合第二条 第二项的这个规定 所以应该说 就是说中计社 如果要说得快 中计社 现在 素同 气熟 那我们当然了解 所以当年高铁 这个政府把中顶公司 就是中计社所掌控的30% 卖了22% 酬了30亿 但是事实上 虽然看起来 这个中计社没有办法实质的掌控 整个中顶公司 事实上中计社最主要是在掌控中顶公司 但是 看起来整个中顶公司 他又把他的这个公司 分了 分了 分别设立了很多很多的主公司 这些主公司 看起来这个整个 这个 主公司的一个 这个设立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 我们了解整个中计社的一个掌控 中顶公司的一个股份来看起来 中顶 中计社 虽然 是现在这个 这个只有中顶的8%左右 7.97%的一个股份 但是他的员工也有7.29% 公司就是大概中计社还有15% 还有15% 那15%掌控中顶 但是事实上 整个中顶公司 还是由中计社在掌控 我想这一点应该 经济部都很清楚才对啊 我想这一点应该经济部 这个 这个 这个都很清楚 那 现在的中顶旗下的一个 转投资的这些公司 多达30几家 包括 一顶工程 万顶工程 新顶工程 中顶化工 昆顶投资 正顶 机械 等等 尤其是像 昆顶这些最大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汇气物的一个 这个 助理商 这个都是中顶在掌控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 事实上 现在看起来就是 中计社实质都在掌控 这些主公司 那由这些主公司 再回去再掌控 这个 中顶公司 也就是现在的中顶公司的一个 一个公司的一个股份 分别都由这些主公司来投资 所以等于就是中计社还是掌控中顶公司 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部 好像把整个中计社都已经弃手了 我想这一点 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我不了解到今天为止 经济部 这个民党政府上台以后 那么已经经过了数年了 四年了 那这几年的中间 到底 经济部 有什么作为吗 还是要维持现在的一个状况 让它继续 这个 就是 这个由 过去的 这些 这个所谓 这个 中油邦的人 来绑持 譬如 潘文言 这个 宇静宴 等等这些人 我想 这个中计社 已经沦为 等于是一个民间的一个 这个 私人的一个 台湾法人了 那我不知道 经济部 现在的立场 如何 你是不是简单的跟我说明一下 好 那 谢谢委员 其实 就委员提到的这个 中计社的这些董事 那目前 有 这个官方指派的 有包括一位 常董 跟三位的董事 那我个人其实也是其中一个董事 那还有一位监察人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比较 来深入了解 中计社本身的运作等等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他其实是中顶的股东 那至于中顶公司跟中顶众多的子公司的部分 我们目前的了解 比较像是中顶专业的在运作 那中计社比较像是分派到相关的这些股息 鼓励等等的 大概目前的运作情形是这样的 市长 我知道你现在是中计社的董事 是现任的董事 那你大概去参加中计社的董监事会议 其实也不多 我也了解 但是 但是你是现任的董事 整个中计社现在的运作的一个情况 应该你也类似一 但是看起来 现在的中计社基本上等于还是掌控整个中顶公司 但是我们的经济部不像别的部会 一些财团法人基本上都还是完全的监管 尤其是中计社尤其是中顶公司 过去传统就是这个我们经济部 这个政府所监政的一个公司 现在被这个这个董的所讲 就让中计社变成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让经济部来有效的来监管 变成是一个民间监制的一个财团法人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经济部应该 从今天开始 今天本来我要提一个这个临时提案 那因为主席说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处理临时提案 但我还是希望 这个经济部能够有作为的 那么回去好好地做一个检讨 我们是希望这个中计社 不要沦为过去国民党传统的 所谓中游邦的一个卸任后的一个 苏人金库 我想这一点我要特别在这里提醒 这个经济部也希望 促长你身为现任的董事 我想你应该非常清楚 也应该善尽这个监管的一个责任 好 谢谢委员自己 好 谢谢陈明文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翁崇军委员发言 好 主席我们请王次长 来 请王次长 好 委员好 王次长 刚刚 或者是 这之前的很多经济委员会的质询里面 都一直谈到 ECFA已经满十年 会不会终止的问题 那我刚刚也听了 次长你的答复 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 的表示 不过我是觉得 2010年 ECFA通过 到现在为止是十年没错 但是这个当中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 2014年的 所谓的福贸 就是福贸协议的 这个部分 所谓引发的太阳化事件 我今天 感觉是感觉 厉害我感觉 站在今天 完全接政的立场 我们经过了 2010年到 2020年 十年的时间 包括了太阳化的事件 其实 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完全执政的情景之下 应该是对于 所谓的ECFA 要做一个 整体的 通盘的 而且历史性的一个检讨 我觉得 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所以 基本上我的感觉是感觉 到底 中止 或没有中止 或者保持现状 其实 站在 我们立法院 你们经济部的立场 应该是把一个 通盘检讨的一个结论 很清楚的 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很清楚的 给社会大众知道 而且 充分的来检讨 整个事件的过程 到底 我们今天的态度是怎么样 也要清楚的 告诉对方 我们台湾今天的态度是怎么样 比较 是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跟政党 市长 你觉得我的看法怎么样 好 谢谢委员 那因为 这个 一阵子一阵子 就都会有人提到 这个ECFA的中止的事情 所以 经济部 都会有滚通检讨 在执行ECFA之后的相关的 这个数据 还有情形 那我想 委员 要我们再提一个 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们也会 这个 不定期的来提供相关的 不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不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是觉得 十年 今天要 台湾政府 究竟是 政党ECFA 没有政党ECFA 表情是要修正ECFA 我们都很清楚的 你应该要有一个 应该要有一个详细的论述 而且主张 没有问题 我们经济部可以 就这个部分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你们对ECFA的态度 你们是赞成巨细 或者是你们要修正 或者是你们反对 或者你们不希望怎么样 你可以告诉我们 本委员会的委员吗 因为 本来就没有 现在 本来 对岸跟我们 就没有在谈ECFA 要不要终止 本来就没有 我不是在讲 要不要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 这个不重要 是经过十年之后 我们这么重大的一个协议 我们今天不是要谈 要不要终止的问题 而是要 去评估 这个协议 签这个协议 我们今天的态度 到底怎么样 希望继续 希望反对 希望修正 希望怎么样 是不是你可以 很明确的 或者是你们检讨的结果 到底怎么样 因为 就我们经贸部门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 ECFA执行到现在 相关的不同的部门 还有执行的状况 等等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 在未来 比如说 ECFA是要怎么样的情形 这个会涉及到整个 跨部门 整个 整个体系上的一个 一个报告 你现在还是在闪嘛 那我讲 还是在得闪嘛 这就是我觉得 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要很清楚的 表示我们的态度 我们执行的绩效怎么样 我们希望怎么样 你要很清楚 我今天不是说 要继续或者 要终止 那个我觉得 不是重要的啦 最重要是你们的态度 要删除国家 要删除国家统一 然后又策案 这个态度上 你们究竟 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比较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嘛 而且 十年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 做一个分析啦 做一个检讨 我觉得 也比较可以符合 社会大众的一个看法啦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就这个的部分 可以 你就告诉我嘛 你现在就告诉我 可以 没有 我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经贸部门 我们可以很客观的 就这个 两岸之间 因为ECFA 互相的得力的状况 等等的 我们可以提出 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给大家参考 你要清楚的告诉我们 得失在哪里 赞成反对在哪里 你们决定要怎么做嘛 我们也 我们也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我们也希望很清楚的表达 我们的基本的想法 基本的态度 我们 中华民国是怎么样 台湾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是感觉 这样比较 较符合 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的是 我们在讲 你刚刚讲到的 二十几个财宝法人里面 中小7月信保基金 到底有没有包括在里面 信保基金 信保基金的定位 中期处金 有没有包括在 有没有啊 我看好像也没有 我们的财团法人 好像没有信保基金 信保基金 你们没有 没关系 对 我现在是要跟委员说明 因为我们今天的议程 是要请他们来做 那个地址的查核报告 所以您问的问题 有一些不在他们今天 会列席的官员里面 好 我知道 讲完了啦 没有关系啦 信保基金也是 对 那个 我现在是 市长你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对 我们在审议算的时候 第一次在审议算的时候 他讲的 他在讲说 波入信保基金的 100亿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要加上 兼助两个字 而且我告诉你 波入 是在讲实现数 我们今天讨论预算 是在讲 我们的预算的辨列数 你不知道要是 这些事情 你当时是 你类似的 有 你要记住 200亿 这一次我同样的 也要求一定要这样写 而且我把200亿都写上去了 基本上是 希望中小企业信保基金 可以真的就是去照顾中小企业 但我想中小企业 可能也是你精管的范围 的 中小企业是另外林次长督导 是 你 你现在是正次嘛 是 所以应该都是你所精管的这些部门 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我跟部长讲过好几次 他也答应过我 绝对专款专用的 不管你们问题 会议的整个精神我都讲过了 我只是想照顾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的命脉 是国家发展的磐石 我们希望这一笔钱不要做任何的挪用 希望你们好啊 照顾中小企业 我再一次这样的强调 是 第三点我想跟次长报告一次 我们对于这一次纾困的案子 基本上大家的看法都相当肯定 就是说我们防疫的部分相当肯定 苏困跟振兴的方面 其实大家还有很多检讨的空间 但是基本上台湾到目前为止 防疫大概做得还不错 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接下来是怎么样去做纾困跟振兴的工作 所以你们 这 就是要 更进一步的超前部署 不要影响台湾经济的发展 第二点我要请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纾困的对象 对于外国公司里面 他的本国人 或者本国人在外国公司里面的外国公司 他们到底我们有没有列入纾困的对象 跟委员报告 如果外国公司他在台湾有设子公司 是按照我们的公司法设的子公司 那么我们就认为就是在台湾的公司 那这个也可以来纾困的 来纾困 那如果是本国的公司 他里面有外国员工 那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内部有做过讨论 还有不同的意见 那最后就是说 针对这样的外国员工是没有算入人头里面 所以只要是在本国设置的 或者是本国的那个员工 都可以列入苏任的对象 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翁崇军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各位请王次长 来请王次长 好 委员好 呃 次长你好 那个首先恭喜啊 这个恭喜顾立雄先生担任这个 本来是行政院副院长 后来是国安会秘书长 好 那国安会秘书长很重要啦 那在这里恭喜王次长啊 所以这个就要谈到这个ACPA 刚才那个翁崇军委员他提的 ACPA是两岸经贸合作架构协议 他是在2009年是由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 在2010年6月29日 在重庆签订第一次的协议 后面呢又有货贸协议 又有福贸协议 又有福贸协议等等 那因为后来是发展到福贸协议的阶段的时候 刚好发生了太阳花协议 好 那现在呢 看到这个过去四年来 这个蔡英文执政 我们两岸的经贸关系可以说是 渐行渐演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特别要针就我们ACPA 这过去 这个九年多来 到6月20号就是十年了嘛 那这个九年多十年 两岸的这个ACPA的 经贸合作架构协议 对于两岸经贸发展到底是有利还是没利 那目前我们经济部的要有一个评估 要有一个立场 所以刚才我做一个这个执政党啊 我刚才非常同意欧崇军委员讲的 经济部要提出一个缩帖 那你这个缩帖要抛开政治意识形态 真正要对两岸经贸发展 有利我们继续推动 没有利 不要考量到什么政治什么统战那些 对成就经济发展来讲 这个ACPA到底是有利 我们经济部是不是要继续推动 这个我觉得经济部应该是站在这个立场 部长你认为呢 市长 会我刚才委员也提 那我们经济部会就 比较客观的这些的相关的情形 包括数据 包括这个过往的这个情形 等等 会提出相关的一个报告 对啊这个我想我想你你先生接国安会秘书场 他也会针对这个一定会给总统一个建议啊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这个问题我们要要正式面对 因为6月20号已经要快十年了 那第二个我想提出来就是今天的这个报告 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些财团法人董事长找来嘛 但是市长你现在是就我们都是经济部的各部会的这个主管 那你答复说你已经检讨了16家 检讨了16家 那还没有这个评估其他几家 那我现在想我想问你啊 因为都是你们经济部各业务像工业局啦 能源局 就他不同的财团法人去进行诊断 包括人事包括政风包括业务 那我想请问市长你现在检讨这16家 有没有较严重的经营不散的问题 或者是政风的问题有没有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在这里讲 跟委员报告 我们因为第一个我们是原则上是三年去实地查核一次 因为你每年去喔其实也会造成他的一个负担啦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挑就是譬如说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 或者是政府要加强监督的财团法人呢 这个优先来做督导 那目前以去年我们去查访的这16家 基本上的执行状况都还蛮平顺的 都还不错 所以你认为是还不错 都还蛮平顺的 都还ok 那当然有一些有提出一些建议啦 对你印象中你认为 你可不可以稍微评估一下 有几个单位你比较满意 几个单位你比较不满意 你会把那几个单位说出来 跟委员报告我自己没有跟着去 因为我们经济部是很多个跨单位 一起去联访联查的部分 那我自己没有去对 但是报告呢有给我们呈现这样子 那报告呈现了之后 你报告看了吗 诶我看了 那你认为是每个单位都还 你还满意 有一些单位会特别提到说 他的自有资金比较低一点啦 但是因为财团法人他的性质不太一样 有一些是比较重视研发 有一些就是自己要去接案子 但是我们又常常要求 他不要与民争利 所以他常常会 在这个平衡之间的拿捏上 会有一些困扰这样子 对 因为你们的报告到最后 政风的报告 综合建议四项 业务推展上 建议留意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新法的修正内容 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他只是在提醒说 不要有这个违反相关的利益违避的问题 有没有原事上的利益违避啊 好比说金融自己的亲戚啦 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 应该是没有 那另外就是说 比如说这些单位我们其实 像我们这些部次长或相关的主管也说要兼职 那兼职的部分呢 要注意不要超过规范的这个数字 那现在报告呈现出来之后 你们总是要做一个评估嘛 做绩效的检讨 是 绩效的检讨 然后针对这些董事长什么 你们要进行一个行政的一个处分或者是嘉奖 对不对 是 所以我倒是说你们要把这个你们经济部 你们给他们提供的意见 他们改善的情形 所以我刚才谈说人事的正风的 这个你们要怎么去进行去检讨它的绩效 对 好 那你们这个经济部 最后给他们的一个行政的一个绩效的检讨 跟行政的一个处分 那个是我们立法院会比较关心的啦 是 因为这个只是你们去整合 诊断的一个查访的一个报告嘛 对 好 那个最后呢我想说 呃 宽业法 塞制宽业法的部分 呃 市长你们现在经济部立场是怎么样 因为宽业法齁就是 呃我们会在 呃因为后来就是上一次 都没有办法打到共识嘛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大家比较有共识来推 好会比较顺利 呃你如果问我个人 我其实是觉得一个进步的 矿业法 对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不过这个前提就是大家要能够有共识啦 齁 所以我们在咨询的过程里面呢 呃希望能够呃 兼顾我们的呃原住民的权益 还有我们的呃 矿业的永续发展 但是现在矿业法阶段就是说 我们已经送到呃 呃要请院长来协商 啊 矿业法要请院长协商 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端出台面 是 但是现在呢 现在很多矿矿权 都已经要准备到齐了 好 我讲我讲有一个在南澳湘的东澳北溪 啊 那边是一个林班地的林物局的 那是林班地的矿厂 他的矿权呢 是到明年就结束 总共62年 后来林物局呢 又又把这个林班地又继续租给这个矿 矿主 啊 在上个月啊 就三夜的时候继续租给矿主 他的矿权是明年到齐啊 但是他的土地成租是林班地的成租 上个月继续租给矿主 那我那天是去说 因为他那个矿场是在 那个 南澳湘 东澳村的上游 那我们族人建议说 那个上面要清 清酥 要酥菌 啊 因为这个土石流会下来 会影响部落的安全 好 后来居然林物局说 这个要跟 因为这个土地已经又继续租给那个矿主了 你要这个清酥的话 必须要跟矿主来 呃 协商一下 那我们部落的书郡 部落的安全 要经过矿主的同意吗 那我觉得说像这种 虽然我们的矿业法还没有通过 我希望市长 因为你是负责 当时13次开会的 你都到场 你把我们在讨论 矿业法的过程的这个协议 附带结议 可不可以翻出来 再交给这些矿物局跟林物局 要他们照 虽然矿业法还没有通过 但是附带结议有通过啊 好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到 就是说 委员关心的这个个案 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矿业用地的开矿 而影响到下游的这个 安全 那如果是 是因为跟矿权有关 那这个我们经济部一定会去督 我认为是不应该细租给这个矿主啦 那但是要了解说 下游关切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开矿引起的 这个要确认啦 这个要确认 还有一个是 林物局的立场 他继续承租给这个矿主 那因为他矿权还在 对啦 矿权还在 这个我们在立法院好像有附带决议喔 矿权在 但是这个土地 是不是要继续展颜 这个我们 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嘛 是 好 好 谢谢 谢谢孔恩吉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陈超明委员发言 主席 有请我们的王次长 来请王次长 好 委员好 王次长好 你面带笑容 我心里很高兴 对委员一定要面带笑容 是不是 今天我们只要 来审查你们的业务报告 关于经济部 经济事务财团法人 业务实地查合报告 那只要查尔的目的 是在财务 跟业务 我也不晓得 你们查尔报告的一个情形 到底如何 但是你这个报告里面 又不敢写出来 只到那边请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 我们也不了解你们查尔 实地查尔的状况 我希望以后这个报告也要真实一点 也要确实一点 让我们了解 16家 到底查尔报告 好的 坏的 中间的都要1,020 那首先我再请 我要请教你 我们财务团法人 在经济部里面 有政府监制 所谓的政府监制 是百分之百有政府监制的吗 百分之五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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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民间的监制呢 就是五十以下 就是民间的监制 50以下的 但是我们会又再区分 是加强监督的 还是不用加强监督的 你刚刚有报告 对 但是你里面 又讲了一个重点 喔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所以要查尔 这些财团法人 诚信经营的规范指导恩者 那市长 什么叫诚信规范经营的指导恩者 欸 跟委员报告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 在一般民间公司 常常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民间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规范呢 纳进来 纳入来这边 但是外面的产业很多 你民进党执政党 一执政 把所有外围公司 财团法人 都换为你们自己的人 这个叫做 诚信经营的法则 原则嘛 现在换的人 一定要亲力 一定要偏利 一定又要听话 像我就这样 没有资格了 我觉得啊 你们这几年 其实要好好的检讨 只要看到以前是 国民党留下来的人 都不是人 所有民进党是人才 全部一定把他换掉 包括民间的监制 你们永远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 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们希望这个法人 是要独立 要公正的 替你经济部来做各种服务 您知道吗 现在我又发觉一个现象 董事长都是亲力偏利 还要听话的人 那基层的干部 永远生不下来 每个人都做点高薪 几乎五一年之流的人 是非常的多啊 还好 市院长说 要用人为财 从基层升级 不然实在会看到 看到实在会很厚 我希望在这一点 你们要加强改进 好的人才多用 不要说只有亲力偏利 还要听你们的话 要听从你们指挥的人 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是我想那个 在林选这些的高阶主管的时候 一定要去考虑 对 我跟你讲 官司官打 因为我不晓得 连名单我们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 有16个 那个 经济部的裁判法人 你去监督 里面有什么 中华经济研究所 台湾创意 设计研究中心啊 还有中卫中 發展中心 台湾台湾学会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牵制了那么多钱 50%以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 他们的报告送来 我们立法院的经济委员 各个委员 不然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 中卫中心在做什么 生物技师开发中心在什么 医药工业技师开发中心 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好像只有外贸学会 有送给各个委员 其他门报告 夜刊 季刊也都没有 你还要说 如何监督 只有你们小偷 其实这几个单位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 那利益回避不是人事的 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是一个开发问题 我们都不知道 要不要学来学当学去 我都挖着 我都挖着 挖着你手来来 对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也希望 你一定要监督 每一次他有月刊 有季刊 一定要给立法委员晓得 尤其经济委员会 才晓得 这几个经济部监制的财团法人 或是民间补制的法人 把他资料送来给我们 大家看一看 你那么忙 可以请立法委员监督一下 也不错 你要做什么 我真的讲 你连这个基本的工作 都没有做了 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啊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把相关的资料 都给委员参考 那我们 其实就这些财团法人的预算 都有送到委员会来 都给委员 我跟你说 你们这些历史当时 都不能允认自己 我们赶紧一个专业 可以带政府和民间 大家来做事情 不要只有酬庸 念高心 比一比皆是 很多基层的公务人员 里面是干在心里 不敢讲 已经这个政府变成没有制度 你们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希望这一点加强改进 想为您好 现在你们票拿到前 你们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 在基层民众的观感 押得押就算 你们那知道你们要怎么做 我希望这样的现象不要 每天不是为台湾 确切实实为台湾 这几个 尤其经济部很重要 包括司困以后 经济的复兴 包括你们未来面临的几个问题 专边贸易的问题 エコ法的问题 以前你們反對到底什麼雞毛紅 我們做兵要損到黑龍腔 現在來給你聽聽 有一句話 四十年聽 你們經濟部所有發表出來對台灣都影響不大 到底影響大不大 有的人講很大 我看了都說會有很大的影響 台灣行政院也不發表 經濟部可能安撫人心說影響不大 我不知道大不大 我看起來好像也蠻大的 但是你不承認 你們要面對這些幾個問題 尤其中美台 現在中國大陸跟美國的貿易戰科技戰已經演變了 新冠性肺炎來的話 大概會面臨了一個非常難意料的變化 你們告訴我好沒關係 當然就地也可以解決兩邊 但是不要套開邊站 有時候講起來我也不敢亂講話 我講說 疫情期間跟中國大陸要相互一下子 結果被修理很慘 變成一言堂 大家都不敢表達真實的意見 這是一個國家非常危險的增長 希望你回去好好的反映在經濟部裡 能做一個正確的報告 尤其國安報告很重要 我相信 蔡英文總統教職 第二天他們人代會還有政協會開始了 這個戲一定很那個 要穩重 不要把台灣載到戰爭的邊緣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這樣的問題 是 不要一直喊喊喊喊喊喊 有時候把這些事情變成真的就很難過了 很難你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去掌握了 是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陳超明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賴瑞隆委員發言 好 謝謝 趙偉的 請那個王美花次長跟工業局的楊博跟副局長 來 請次長 次長辛苦了 好 委員好 是 我想還是先詢問 因為從去年的10月8號 行政院蘇院長合併大領埔簽村計畫之後 經過了七個月了 我想知道 就您所瞭解 或副局長也可以當然打 目前的簽村的進度到哪邊了 好 那我知道是高雄市政府 好 請 向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正在跟高雄市政府簽訂 專案辦公室的契約 什麼時候要簽 我們現在已經跟高雄市反映了 但是到現在 還沒有簽 還沒有簽 對 為什麼沒有簽 這一部分是 我們有多次跟高雄市政府表達 請他們趕快來跟我們簽 過去的時代在陳菊市長時代跟許利民事代有沒有簽 之前在107年有簽過一次 韓國瑜市長這個上任之後到現在為止有簽了嗎 沒有 沒有簽 對 但是跟委員報告 上次李副市長有表達說 這一次他們簽約的模式要改成一次簽約 到這個案子結束 那什麼時候會簽約 我們是有積極跟高雄市政府表達就是趕快來簽約 看看能不能簽約 所以溝通了7個月從院長核定的 你之前沒有核定的話可能還有一定的那個 都已經核定了整個計畫跟經費了 為什麼效率為什麼出現這個問題 那個副局長 向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有每個月還有兩個禮拜就跟市府的同仁 要請他們趕快來多出他們趕快來簽約 一個禮拜內可以簽好嗎 都已經談得差不多了吧 都已經差不多了 那為什麼不簽 市府因為他還在簽內部簽成給副市長來批示 請追蹤一下好不好 上次我跟部長提過了 跟李副市長溝通一下好不好 這個大家都高度關切 當地的居民也高度關切的 這個不應該行政效率過了7個月都還 連簽個委託而已都簽不下來 這個好不好 市長可不可以再跟部長反映一下 好 我也有看到他們都有報上來 對 那我問一下 另外是原先的規劃 在今年2月我們跟鄉親座談的時候 有講到啦 6月份的時候要 部長要再到當地去做座談 那我們要受高雄市政府委託高雄市政府 這個千春的計畫書的草案要出來 市長還是部長這個來得及出來嗎 向委員報告 目前高雄市政府還沒有講 整個的千春計畫還沒有送給我們 目前還沒有 做你所了解 副市長你也負責 就你所了解 高雄市政府在炒你這個草案了沒 已經在炒你了 那能不能如期在5月底前完成 6月份的時候到大林埔跟鄉親們做個報告 草案先做個報告 是我們也一直在跟高雄市政府 積極請他們趕快將整體的案子送給我 有沒有辦法完成 副局長 就你所了解 我們盡量再跟他溝通 盡量再溝通 那如果高雄市政府沒有辦法出來的話 就會再拖延囉 像委員報告 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會盡速的讓高雄市政府趕快跟我們來確認 這個千春計畫的內容 這個務必啦 我希望一個禮拜的時間內完成簽約的程序 這只是一個簽約而已 並不是什麼很 都已經政府中央的一千零四十五一都合定了 這個簽約委託地方政府來代辦的工作 照理說這個沒有那麼困難 那另外的是 簽約計畫書也都已經講了半年以上的時間了 都準備有半年以上的時間 當地的居民現在一直在問說 到底到底有要不要簽約 到底進度到哪邊 到底政府的效力在哪邊 我覺得這一塊 請工業局要加速跟高雄市政府溝通 請進一步加速跟高雄市政府溝通 不要遲遲的拖延 不要讓人民這個期待 展現行政的效率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好不好 次長麻煩你再跟部長轉答一下 好 另外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今天我看了一下那個船舶 副長可以請回座 我問了一下船舶中心 其實這船舶中心的全名是 船舶跟海洋中心 那我們現在海洋運輸會也設在高雄 我們的漁業署也設在高雄 我們國建國造的重要基地 台船等民間造船廠也在高雄 那我當時也說過 船舶中心 這幾年包括他的收入 南部都比北部還要多了 市長我當時也跟部長提過 其實包括船舶中心也提過 其實應該要研發跟整個這個中心應該集中 不要什麼東西都集中在北部 這個應該不斷的加重南部的能量 究竟跟台船跟研發跟海委會跟漁業署 究竟都在高雄來發展 我認為這個才是對整體發展是有利的 市長這個部分你會再繼續來協助來推嗎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一直在加大南部的這個能量 包括人員包括相關的資源 那這個部分我會再跟同仁請同仁來 讓轉達委員的這個關切 好不好請部長跟次長要全力來督促老保 所有的產業當然要均衡的布局 這個是南部的很強的優勢的產業 如果連你的研發都在北部 那你的所有的重鎮都在南部 你的最大的台船 最大的民間的廠都在南部 包括我們流林產業的重鎮八成以上都在南部 那你自己的中央的這個 這個船舶中心卻在北部 好不好 這個這個又是政府大筆的經費來那個 我希望部裡面要展現更大的魄力來加速來推動 好嗎 好 那我希望 我看到你們人數上有做了一些增加 但我認為這個速度上太慢了 這個我希望能夠在今年跟明年的時候 各有一些人才招募的增加的一個速度好不好 好 我會再轉答 對 是 好不好請 市長這也是你相關的那個 相關部裡面的 技術處管的 對 好吧 那請你回去也來那個協助一下 好 好 那再來 接下來我想要問一下 其實這個明天的部分 因為部長也會到高雄去 我們這個高軟 包括我們的這個 加工出口區 這個早期加工出口區是高雄很重要的 全台灣很重要的重鎮 但是經過時代的轉型 其實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其實加工出口區反而變成是 業務上反而受到一些影響 那我認為其實現在 包括總統 院長 部長都 這個也越來越重視高階製造中心 高科技研發中心 我希望高軟明天的部分 也謝謝部長支持 明天有一個 這個24億的一個製造的一個新基地 製造是智慧的智 也搭配我們現在的AI 現在的IoT 現在的5G的趨勢的發展 如果台北的部分 有這個內湖有南港這些科學 有這些園區都發展了 軟體園區都發展得非常好 我相信高雄做一個都會的能量 跟人才 包括跟周邊的這些產業 它也有非常巨大一個能量 我也希望加工出口區 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不是傳統的那個加工出口 是這樣的思考 而是有更多新的硬體跟軟體的思考 能夠進來 那成為未來的這樣的一個重鎮 這個次長你的看法呢 是 沒有錯 這個確實是 特別是在後疫情時代 這個其實它的重要性只有更突顯 那我覺得在南部 設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個智慧軟體園區 對台灣的發展 對高雄南部的發展 都是非常好的未來 對 我希望部長跟次長全力的來協助 把包括經濟部的資源 各個局處的一些資源 甚至於跨部會間的資源 能夠協助進來 那硬體 我持續來做 現在有八萬 八萬這個 這個 的一個面積 平衡公尺的一個面積 那大概現在招商也只招到 目前三萬 不到三萬 那我希望這一塊也請次長督促 加速來招商 那招到希望是招到 好的商具有潛力的一些 那另外 政府也應該繼續加碼 來做一些投資 有政府來帶頭 做一些加碼的一些投資 跨局處間的資源 跨部會資源來投資 我希望 這個部分變成高雄 這個地方是一個 產業的一個重鎮 讓優秀的人才 讓所有相關的人才 能夠留在高雄 好的一些機會 是我們會來積極推動 那另外當然就是 之前我也提過了 這個 包括前 這個 新創源的部分 當時的時候推放很多的說法 是說在高雄沒有一些空間 我希望這一塊 次長回去繼續督促 我想下次我遇到部長 我一樣會再問這個 我希望 台北的部分在 林口一樣 可以有這個新創的 新創源的成立 我也希望在 未來在高雄這一塊 也一樣持續 那現在這些空間也都有 我希望 技術的規劃在高軟 在加工出口區內 這些硬體的空間裡面 去規劃出這個 新創源的空間 讓南部也成為 這樣的一個重鎮 好嗎 市長再麻煩您 好 謝謝 謝謝賴瑞隆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有請這個王市長 來請市長 好 委員好 市長 這個台灣的護國神山 是玉山 這個在產業 我覺得半導體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是 半導體裡面 當然是台積電 是全球最著名的半導體產業 關係到全球半導體的生產鏈 那這個 至於說這個 台積電要到美國 也要去投資 120億美金 就是5奈米以下 經濟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想這個是廠商它一個國際的布局 那我想半導體也好台積電也好 它已經都是一個全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的群聚跟產業的生態系 所以它要不要去投資應該是台積電主要做評估 你們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的 是 商業決定 是 樂觀其成 為什麼它要去亞利沙拉州 為什麼不留在台灣 當然台灣我們有更先進的製程 在2023年 就三奈米以下 它是一個關係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 美國基於它的國家戰略國家利益 國家戰略當然是現實主義 對它有利的它已經想方設法把它吸引過來 有沒有考慮到台美關係的深化跟進展 我們這個 不要說慫恿 我們鼓勵台積電去美國投資 政府有沒有幫忙出力 我想應該都是台積電要去做決定 那就台美的關係的話 我想對我們國家來講 台美的關係就是友善的 有沒有助於深化台美的產業合作 深化絕對是深化 它對台灣半導體的產業會不會有負面影響 這個倒不會 因為台積電在台灣五奈米現在都在量產 那三奈米的研發 也是今年上半年才量產而已 才剛開始量產 是 那但是已經開始在量產了 對 然後 它也持續在投入未來的這個三奈米 對它這樣過去之後 這個台積電全球產能 台灣會下降多少 我們看到的台積電提到是 它去亞利桑那是一個月兩萬片左右 那這個跟在台灣的產能比起來 我們台灣的產能確實大得多 大得多 有一句話 如果台積電倒整個世界就stop 所以它是為什麼我說是護國神山 它對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我不希望說是因為這個要深化台美關係 來降低台灣這個產業安全 或者是這個整個產業供應鏈的角色 或者是因為我們本身的條件不足 缺電缺水的問題 讓他們不得 跟委員報告 這個絕對是沒有關係 而且台積電 大家都理解對台灣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台積電的投資 它自己的投資跟帶起的產業鏈 對台灣來說 我們絕對是全力協助 那沒有任何的什麼水電問題等等的 那這個絕對不是 但是就是說 對於它這麼大的企業 別的國家吸引它 希望它去有一些投資 我想這個是有它的這個原因 我了解 我了解 那個對於這個 疫情之後的這個 我國的全球的這個經貿戰略來看 脫中是一種趨勢 脫中 全球布局也是一種趨勢 全球布局當然是高科系加強跟美國的合作 傳統的製造業除了新南向之外 又鼓勵回台投資 沒有錯嘛 是是 所以全球布局對台灣當然是最好的 是 那未來兩岸這個經貿關係 基於地緣戰略也不可能完全不往來嘛 我想請教一下 好520之後 這個新的疫情之後 對中國的這個經貿戰略 會不會改嫌疑策 會不會有大幅度的編更 我想我想就兩個部分 一個是政策一個是民間的投資 那就政策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 大家要穩定的 對台灣是一個穩定的一個政策 那對民間的投資 他其實是都會非常仔細的評估 比我們政府部門 他還更了解相關的這個利害關係 那我覺得台灣最重要是 讓全世界看得到台灣一個好的 跟留台灣全球布局 大於一位親中當然是好的 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斷絕 跟中國這個貿易網 或者經貿投資 不可能嘛 應該不 你要按照這個比較利益的原則 那我想請教一下 中美貿易戰目前打到現在 會更激化還是會這個緩和下來 我看劉鶴的這個說法 跟那個來的海哲 就美國的貿易代表 還有他的財長 財長 林努欣 他們似乎有一些的這個氣氛 已經有所緩和 中美貿易戰未來會怎麼演變 應該說中美之間 第一個除了這個貿易的協議之外 其實還有科技的問題 那這兩個其實是不一定是相向而行 然後他們其實有各自的評估 那貿易戰的部分呢 應該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希望去執行第一階段的這個貿易協議 不過這個中間的困難也很多 那其實從這兩天看得出來 相關的科技的評估等等 美方還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這個美國的科技的部分 有沒有被這個流 這個泄露儀式等等的 還有他自己的競爭力 我想這個兩個部眾 我們有一個正確思維 我們不是美中這個貿易戰下的棋子 我們是棋手 我們是棋子還是棋手 我們應該是一個關鍵的角色 關鍵的角色 我們台灣雖然小 對我們雖然小 WTO是我個住外單位 經貿住外單位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過去是部長級 朱敬一他從科技部部長去當大使 他八個月一直沒有辦法派 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應該不是我的成績 那你應該知道吧 這個應該是會有政府的考量 對 政府考量你應該有一個 你這是你主管的業務 國貿局 那那個楊局長呢 你已經退休了 現在在當那個談判副代表 那個大使的人選已經找到了嗎 我不曉得 對這個應該是總統的職權 是 你不曉得也許不方便說 16家裡面目前16家 中間院院長會不會換 換了嗎 中間換了 我知道我也看到報紙 陳院長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是執行長 董事長 應該目前沒有 沒有要換 16家裡面哪一家問題最大 不管是財務或者是業務運作 還好我們去看了這16家 都還算 都還有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是 那對這個外貿協會表現呢 外貿協會表現其實做得非常好 這咱媽的疫情它就沒有出去了 是 那但是這是客觀的問題 至少像疫情發生之前去年整年 我覺得我們的產業界 非常給它非常高度的肯定 16家裡面不要說未存在的存在 你應該是要 針對它的財務 針對它的經營狀況去做最嚴格的評估 是 沒有存在意義你要與實際 去做一些調整 是 或者有更大的轉型或者要求 我想這是經濟部的責任 是 好謝謝 好 謝謝邱志偉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謝謝 那是不是請了王次長 來請王次長 我請教你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上週五 台積電正式宣布要赴美 投資 這個設置金圓廠 但經濟部 一直推動 企業跟流台灣 那市長對此事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是 兩個不同的步驟 那企業回來投資 加碼投資台灣 我們當然是我們的最大目標 但是企業的整個國際佈局 也是企業它去擴張它的影響力的一個 一個步驟 那你認為會不會造成產業鏈的影響 不會 因為半導體 因為這麼多年來 從我們台積電到我們相關的 所有半導體的上中下游 在台灣已經形成一個 全球最重要的一個半導體產業鏈 我想這樣的地位已經被 全球的業界所肯定 台灣還是可以維持這個好的 你認為這個中間 到底有沒有什麼政治因素 有沒有 應該是業界自己的佈局 自己的佈局 是不是蔡總統跟美國有什麼交換 所以說台積電這一步 是不是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經濟產業的籌碼 這個我個人沒有收到什麼任何的訊息 那你認為會不會對台灣的整個經濟安全產生 有哪些負面跟危害 會不會 就台積電的投資的部分 我們初步看起來 就對我們台灣 這麼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 應該是沒有什麼負面的影響 因為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的產業鏈能夠全球佈局 但是在此時刻 講實在話 是特別的敏感 因為我們都知道美國總統是 十一月要選 那選在這個時候 來做這樣的一個宣布 我認為當然 我們一定站在 這個怎麼去扶持我們國內產業 還是要審慎的去評估 智長 因為現在疫情趨緩 但在疫苗出現前 我們還是要有所警戒 只能恢復半正常的生活狀態 那產業復甦是不是 一時半刻就能夠恢復 經濟部到底有沒有思考過 整個紓困戰線要拉長 應該兩個部分 因為最主要是製造業跟服務業 那服務業的部分 就涉及到內需跟外面的 國外的客人來造成我們服務業 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那這個部分 確實我們要多提振內需 那製造業的部分 其實坦白講 也會受到整個國際的需求面的需要 到底是下降還是有可能慢慢恢復 其實是這個也會牽動到台灣製造業的市場 因為現在目前的整個政策 似乎只著重在眼前的紓困 這個救急紓困 那經濟部打算如何來幫助這些產業 要打持久的仗 應該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防疫做得很好 我們防疫相關的這些產品的品質也很好 那我們其實就都在思考 怎麼樣讓我們的業界 藉由這樣的一個 包括防疫做好整個推到國際市場上 讓大家了解台灣是有很好的產業面 我想這是另外一個契機 市長 如果國際間能有疫情蔓延的風險下 來恢復往來 那台灣要如何來再確保民眾健康 在最低風險下 重啟產業以經貿的運轉 這個國際的交往的部分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還有包括有一些 目前疫情管控的比較好一點的 比如說紐西蘭澳洲 或者是再跟南韓等等 也在提說 如果疫情管控好的國家 可以怎麼樣進一步 可以開始比較開放的腳步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持續來討論 然後看看我們怎麼樣跟這個國家 互相來做一些慢慢的開放 你有沒有做過神聖的一個評估 有有我們其實現在就有在思考 包括比如說像最近越南 他疫情控制的也算好 然後非常重要就是所謂的疫情控制 還要在他的國家透明度會被認可 是真的好還是有被掩飾 那我們要做這樣的評估才知道 人流物流可以怎麼樣更密切的合作 市長在後疫情時代 經濟部要如何帶領這些產業 而且如何來凸顯自身的這個核心競爭力 以及來強調是個安全的環境 讓歐美日經濟體都願意以我國合作 你認為有沒有哪些的一些作為跟看法 委員的這個命題就非常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來吸引全球各地來跟台灣做合作 那在目前的部分我剛才講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其實也在推 我們的這一些好的防疫的產品等等 那由這個防疫想像上這個防疫的產品 會是一個中長期都還會存在的一個新的產業 那我們怎麼樣打入這樣的一個 讓大家可以認識台灣好的品質 這是我們在推的 其實現在大家都說這是一個好的利基 那經濟部有什麼規劃要如何讓經濟大明大晃 大家都這個等著看 是我舉個例子跟委員報告 比如說防護衣隔離衣這樣的產品 原來台灣都沒有在做 我們以前都是要進口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 因為去國際上買這些貨物也非常困難 那我們就回過頭 就想說回來問我們的紡織產業 他有沒有辦法做出這些P3等級的材料 有沒有辦法縫製出P3等級的防護衣等等 那經過我們這樣的努力 目前的廠商已經慢慢的有兩家都已經完成這個驗證 跟完成這個拿到相關的製造許可 那現在有更多家也快要再完成了 那我覺得這個就變成又是另外的台灣隊等等 可以為我們的國人跟為其他的國家來做服務 我相信經濟部應該要有一個前瞻的一個部署 以上,謝謝 是,謝謝委員 好,謝謝林德福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李德維,李德維,李德維文不在 江啟成,江啟成,江啟成文不在 我們請高嘉瑜委員 謝謝主席,是不是請次長,謝謝 來,請次長 好,委員好 次長剛剛講到台積電的議題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台商回流 這也是大家關係的 就是說,是否因為疫情的衝擊 然後影響到台商回流的資金 因為據我們的了解跟去年的個案數來相比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的個案數 是明顯的趨緩 以108年有通過172家為例 109年至今我們看到的數據是只有16家 那這個數據減緩的原因是什麼 剛剛委員報告 那因為這個要回來的廠商 那他前面就已經回來了 所以回來就回來了 那後面就說還需要還在排隊 或者是後來才決定要回來的 那當然因為前面都已經回來了 所以後面要回來的這個加速就會變少 所以該回來的都回來了 剩下的就是漏網之魚的意思 就是後來他也有做不同的考量評估 或者甚至前程也在提到 所以次長意思是已經緊繃了 就是說這個增加已經沒有辦法再突破108年的數據 現在這個16家 或者是你們今年預計會有多少家 這個部分的目標 經濟部有沒有預估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說 趁著這一次可能是中美貿易戰的第二次 或者是因為疫情很多的資金 我們希望他能夠回到台灣 甚至連美國都在想辦法把產業鏈 能夠移到美國情況之下 台灣要怎麼讓資金可以回流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不管是我們自己的台商 或是國外的資金能夠回台投資 投資台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是目前不管是投資的加速 遠比去年少 只剩下十分之一 甚至資金量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三大投資方案 累積投資的資金 依照036億來看 今年新增的金額也只有1490億元 都比去年要少非常的多 那如果以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歷史時刻 在這一次趁著疫情 趁著大家認為中國投資不是這麼穩定 而中美貿易戰開打的情況之下 照理說對我們來講 是吸引台商跟資金回流最好的時刻 可是顯然由數據來看 我們沒有辦法把握住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 讓資金可以大幅度的回流 那經濟部在這個部分 到底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還是說這個動能已經就停止了 就是說您所說的 該回來都回來 剩下就是 就沒有辦法回來的 或者是其他原因就 就到此為止了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是很正常 也就是說 我們去看這些回來的 這個100多家廠商 其實重要的廠商都回來 那回來投資不是一個點 它需要有三年的落實 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其實是 每一個廠商都有專人 來了解它落實的狀況 那因為落實狀況 大部分都是大概三年左右 所以我們是一個一個來陪伴它 它如果在落實投資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碰到問題 或者需要協調的 那我們就來幫它解決這些問題 市長 因為您講的落實的部分 如果以108年好了 我們的數字上 累計投資的金額有8546億 但是已經落實的只有2484億 那以109年 我們的預計的目標 是一兆036億 但是以落實的金額 我們還不知道是多少 但如果按照這個進度 跟金額來看的話 真正落實的金額 可能比帳面上的 要少非常的多 那經濟部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精力來去協助 但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投資環境等等 最近這個亞洲所做的評比 可以說是第一名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世界各國肯定台灣的投資環境的時候 為什麼資金還沒有辦法 大幅度的回到台灣來投資 之前我們講五缺 經濟部是不是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讓台灣投資環境提升的同時 資金能不能順利的投資台灣 這對解決台灣未來的 不管是勞動失業率的問題 或是我們的薪資提升 或是整個就業環境的轉型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經濟部在這個部分 能夠再多加把勁 那剛剛講台積電赴美投資 當然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這麼先進的半導體 台積電大家說是護國神山 它一旦把這個最先進的五賴米製程 到美國去發展之後 不僅是這些專業人才的外流等等 整個半導體的產業鏈也會受到影響 那經濟部有沒有評估在這個部分 對於台灣的損失或產業界 是不是後續會造成傷害呢 跟委員報告 就像這裡提到的 他在這個蓋一個半導體廠 他花的資本注數非常高 那這裡他預計台積電要去的是 月產能是兩萬片 那當然美方 他其實最重要是希望能夠 創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 台積電應該是本著跟台美之間的 科技人才的一個合作 跟這樣的一個讓台積電擴大 它的這個觸角到這邊來 那我想這個部分對台灣應該不會有 所以您覺得對台灣的未來的就業 或是在半導體產業相關的產業鏈 或是工作機會流失這方面 到底有沒有做評估影響 是正面還是負面 台積電都還在爭產 在台灣爭產 所以這個部分對台灣不會有 所以長遠的來看 就是一旦5奈米製成 未來移到美國去生產之後 對台灣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經濟部的預估是 因為它其實是增加那個廠 它在台灣的5奈米廠 仍然持續在生產 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投資 本來應該是在台灣 如果在台灣的話 也可以有更多的產量 跟就業機會 但是現在一部分移到美國去了 那它有 它有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有時候它為了貼近它的這個 那經濟部在過程中 有協助台積電去做一些溝通嗎 我想這主要都是台積電的佈局啦 是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次長 謝謝高嘉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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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趙天林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我們請王偉花次長 來請王次長 好 威嚴好 市長好 我也是在關心台積電赴美投資的問題 只是我的問題會比較最後偏向說 對於我們一夜秘密的保護 所以我長期一直在也有提案嘛 然後來提供一些建議 首先就是說 台積電赴美投資 這件事情當然有些人看作是危機 感覺好像有就是 會不會在台灣變成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供應鏈的基地 但也有人看作是機會 因為總是一個全新的佈局 更加深台美在這方面半導體生產的合作 那我想請教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認為它不會影響在台灣的這麼重要的一個整個佈局 還有我們這個台灣形成一個非常牢固的上中下游產業鏈的關係 這個不會有影響 是 那我們也是會有點在想像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整個在經濟間諜的部分的房製 營業秘密的房製 房製得更好 會不會美國他會就更放心說 其實他在台灣所進行的生產 其實就如同在美國本土生產一樣的安全 所以我以下的提醒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說去年 這個中國對台灣有26的這樣的所謂的優惠 然後呢就是吸引參與5G重大技術投資 就是享有很多很多的優惠等等 那經濟部當時就宣布說我們要把關 要不要把這個關鍵技術流失 那這樣的公式並沒有停下來 我們看今年就在幾天前而已 再來什麼支持台氣11條邀請參與新的基礎建設 而這裡面的基礎建設也差不多都是集中在5G工業互聯網 人工智慧等等的 那我們跟這個美方多次的會談裡面 他們非常的擔心在5G的部分台灣成為一個破口 在這個部分經濟部目前有什麼樣的因應的方法 如果就這個部分台灣要確實在這個未來的這些產業裡面 第一個產業做得好第二個相關的營業秘密也好 這個資訊也好 怎麼樣能夠確保這個資訊留在台灣不會洩漏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發展這些工業裡面 確實一定要非常重要去維護的東西 是我們看一下下一頁好了 這個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這個經濟安全防治 我們必須一定要同步 那這樣的話呢美國現在對因為中美貿易戰 以及它現在整個對中國的整個重新改觀 現在對台灣的這個支持跟依存 彼此的依存一定會越來越高 那所以呢一定就是說這個整個經濟安全防治的部分要加強 所以我有個提案 那個提案就是營業秘密法第二條還有第十三條之二 那裡面呢其實我們跟先前不同的是我們增加了 增加了這個第二項 就是替境外敵對勢力收集刺探交付或傳遞營業秘密相關的資訊檔案或物品 就把它定性為這是經濟間諜行為 那它的行為對象為大陸香港澳門的公私營機構 並依其指示所制者一同 因為在整個中港澳地區他們所有的企業其實完全都是受國家控制 他們甚至有國家的這個法令去要求這些企業 都必須為國家所進行情報收集所需 所以呢我們在講到的就是說 這一些跟這個中港澳有關 來竊取台灣的這個營業秘密 是替境外敵對勢力來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們應該把它定性為它就是一個經濟間諜行為 然後我們在第十三條之二就把它強化 犯經濟間諜行為的者要處無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後病科新台幣300萬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 重罰才能夠讓中國在台灣的經濟間諜 有很大的成本的提升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另外也有在提到了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看到過去的很多的這樣的一個經濟間諜行為 所造成的損失極大 可是他們付出的這個成本極小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可不可以請教您就是說 對於整個我們在推動這個經濟間諜防治的法制 經濟部目前的看法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其實經濟間諜營業秘密法 我們其實一直跟產業界有非常好的溝通 那我們也在前一陣子也修過營業秘密法的規定 那對於這個在把營業秘密洩漏到國外去的這個部分呢 在上一次的修法應該是十三條之二 也已經把它的罰度增加到十年以下 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罰度 那它比較重要是怎麼去落實執法 我想業界一直提到說我們這一步的修法 其實都有把業界關心的這個犯罪形態 還有行者都已經有增加了 那再過來就是第一個怎麼樣去修正 怎麼樣去能夠進行偵查 還有得到一個公平的審判 我想業界它比較關切的是這個部分 那至於美國的這個經濟間諜法的那個立法太一樣 跟我們台灣比較不一樣 那也坦白跟委員講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外國的政府機構這件事情 在WTO當你去講中國什麼是它的政府機構的時候 就有很大的爭議 因為它就中國就會認為那個範圍很小 但是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包括歐洲國家就會認為 所謂的外國政府機構應該包括的範圍是很大 那這個就會有爭議在 所以我們是認為比較重要是能夠落實的執法 其實業界就覺得是一個好的方向 好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先揭開持續關心的議題 然後我們跟業界很多的討論 我們也會會整起來以後 有機會我們私下再來跟您做請教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趙天麟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曾仁錢 曾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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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在 我們請陳昭華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們請次長 來請王次長 好 委員好 次長好 對 520快到了 那我們知道那個礦業法修法 曾經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那這裡有一個案子就是 就是在這個月 高等行政法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是判一個 利因工礦 他們採礦 就是環評採法 然後 就說那個礦物局跟環保署 輸待於監督 所以等於末世同意這個採礦 違規採礦三年 那這裡就是 就是在2012年 2013年 礦物局在還沒有在延長採礦 或者是改變工法採礦的時候呢 礦物局就先給許可 就先給許可 然後在環保署在依環評法規去採法的時候 礦物局也沒有勒令停工 所以這個部分呢 最後造成這個法院呢 就是等於就是以這個礦物局末世同意 環保署末世同意去違規採礦 那如果這樣子的案例一形成 那以後更多的礦業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違法開採 就等於就是 等於就是讓他們可以 不怕這個違規 他們就更敢去做違法的開採 那次長這個部分礦物局 在於監督你認為要怎麼來處理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我理解了禮拜五的新聞 那我本來是這個禮拜 我會跟礦物局來做開會 討論這個個案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非常嚴重 那就請次長 那我們再看下面 就是礦業法修法 院長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說要列為優先法案 那不知道經濟部有沒有 有沒有把修法版本送立法院 然後針對刪除31條47條霸王條款 經濟部的意見怎麼樣 那沒做過還評都要還評 沒做過原住民諮商同意 都要做的這個想法 不知道經濟部怎麼樣 那對於現在凍結的礦業權展現 修法的依據要怎麼樣 下一張 然後開礦計畫要求處理環境整腹 經濟部的意見怎麼樣 那是不是要銜接國土計畫的規劃 還要礦業審查的部分 除了環評這個部分 在礦業審查水保審查 都要納入公民參與公開透明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以上7點意見再請次長 再做出面回覆 好 因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下面 就是農地的違法工廠的問題 那這個公府法規定就是在2016520之後的違法工廠 是要拆除的 下一張 那目前我們看到就是彰化縣或屏東縣 都有提出所謂工廠 違法工廠的認定 他們說這個有從事製造加工的才算 違法工廠 所以彰化縣政府也不猜 很多縣市好像都有這樣子的 那現在我們知道就是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 針對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 早就有了這個依法要這個停止使用斷水斷電 或者是拆除這樣的規定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經濟部所輔導的這些工廠呢 他們還是一再的在農地做違法工廠 那農地違法工廠造成這個土壤污染這個 這個飲用水污染這個問題就是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這個宣示 中央政府機關在做520之後的違法 農地違法工廠的拆除這個原則宣示 或者是實際的行動是非常重要 那次長你要怎麼來 經濟部要怎麼來落實這個部分呢 好 那第一個就是 必須要這個工廠 它是有在製造加工的 如果它不是製造加工 像委員的這個照片的部分 其實屬於地方政府要按照 剛才委員講的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等等來執行 那這個就比較不是經濟部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說 就我們這個工服法的部分 那我們對於這個新增的這個違法工廠呢 我們是不會讓它合法的 那這個呢我們也需要跟地方政府來合作 那次長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有製造或有加工 那還沒有加工 那還沒有加工 有這個工廠的話 等等的啦 假設它只是堆製東西 沒有任何的製造機具的在 它就不會是屬於工廠的 那就不用猜嗎 應該不是吧 它不用猜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就屬於地方政府要按照區域計畫法 市長你看第二項就是不符合所謂的馬達 或者是什麼 這個工廠還是應該要拆啊 還是依本法管理啊 它的部分要 它沒有按照相關的這個 許可等等就在生產 這個再請市長再好好 就是審慎評估啦 就是說違法工廠如果經濟部還是這樣的態度 我想很多農地還是危險 沒有沒有 那個520之後的新增 市長那個 控業法修法什麼時候要提 經濟部什麼時候 控業法修法的部分 像剛才委員提了幾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那我們是認為說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比較有共識的話 你這樣端出來的法 其實是比較快可以通過 那我們希望是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有比較好的共識 因為院長已經有法列入優先的這個法條 那就拜託經濟部 好 謝謝陳焦華委員 請 license 李櫃銘 李水א67 李櫃銘 李懵零 李玉玲 我們不在 鄭麗文 邰文 陳歐破 陳歐破 我們不在 中春明 我們不在 庄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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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不在 林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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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不在 何欣淳 何欣淳 何欣淳不在 张玉美 张玉美 张玉美不在 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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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不在 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余均与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另外有邱毅寅委员 郑政前委员 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的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复制本会 今日锁链议程处理完均我们散会 谢谢 谢谢 其实就是说会我一中 就是整个目前利用的情况 有些出的罗伺制 这个 這個 對,我們現在說 多點了,類似是要 多點了,類似是要 多點了,多點了 特別來,我們有 經理來要跟他講 然後,這個 可以講說,有 對外的一個 對,這個恐怕是要 我們就選不到這個啊 我們先 我們先 你先做什麼 自己人 你先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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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說我們穿這種 有一點點,感覺好 對,參加好,是這個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